第1841章 暴走千影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世界围于一片灰暗 亦是在快速的离散 连坠落的风声都已无法听到 我杀不了千雁 杀不了咒须子 我终究 什么都做不到 哥哥 对不起 姐姐 对不起 对 不 起 灰暗的世界现出了云车的身影 以及那个有着它 有着山花与露林的世界 你叫什么名字 名字 嗯 我想想哦 橘子 苹果 山楂 桃子 木瓜 荔枝 大蘑菇 小蘑菇 蚂蚁 大象 山茶 茉莉 啊 有了 我的名字叫茉莉 小姑娘 就算是要说谎 能不能不要这么明显 好 决定了 我的名字就叫 小茉莉 这 有 什么 区别 当然有 小茉莉听上去更加可爱啊 对 没错 茉莉就是我的妻子 哇哦 原来是这样的 嗯 茉莉是大哥哥的妻子 那么小茉莉就是大哥哥的 小姨子 那这样的话呢 大哥哥就是我的姐夫了 啊 姐夫好 当年的初见 他被自己捉弄时 每一张几乎要抓狂的面孔 都是陪伴他这些年灰暗的 最美好 最重要的回忆 如果 时间可以定格在那个时候 该有多好 茉莉子快速封死了自己的伤口 他抬手之时 映入眼中的 是六大守护者 亦是周天界最后六个守护者 躯体齐断的画面 一剑断灭六个守护者 采之这一剑 足以为神界历史铭记 足以深深震撼百世千代 却未能灭杀茉莉子 太寒 太泽 茉莉子伸手 抓到的 却未有他们崩散而出的气息 六个守护者的断体无力坠落 他们的神情 皆是呈现着一种枉然 似是无法相信 身为强大骤天守护者的自己 居然就此灭亡 至此 支撑起骤天神界的所有基石 陪伴他麾下无数载的骤天守护者 全部陨落 骤须子闭上眼睛 天地磅礴 却仿佛为圣他一人 心间无尽的孤寂与悲凉 哪怕成功复仇 哪怕灭尽魔人 骤天神界 真的还有未来吗 随之老谋又猛地睁开 一股阴暗的杀鸡 直付远方坠落中的彩枝 那把白色浮尘 亦在这时被他吸回手中 快速凝聚着无比狂躁的骤天神力 持无咬的灵爵何其庞大 纵然在和飞灭龙神交手 新魂之中 依旧清晰地映着战场的全局 他心中惊燃 但在飞灭那如颠四狂的力量之下 他根本不可能去静心灵魂 干涉咒虚子的意念与行动 唯有唇间发出一声惊喊 就采之 先管好你自己吧 飞灭龙神目瞪欲猎 粗壮的双臂在挥舞时 牵引着两道百丈着影 将持无咬彻底封锁于 一片灾难龙域之中 小公主 四星神齐声大喊 他们每人都面对至少两个 与自己同级的对手 支撑已是极为勉强 分心之下 更是显向还生 根本无力脱身 千叶影 手擒黑暗魔光 与赤龙帝的庞大龙力 在互相识灭中相持 若云彻在 他或可勉强与赤龙帝一战 但云彻不在 他自知已难以撑过太久 耳边是池舞咬的金银 灵爵之中 是骤天神帝斗士的杀鸡 与彩之飘落的气息 白芒凝聚 骤天神帝老谋中 陷过极少出现的争鸣 浮沉猛然甩出 数十道白芒 卷动着真状的空间碎片 直飞踩之而去 哄 本就处于烈士的千叶影 忽然强行撤立 来自赤龙帝的神帝龙力 正中他的心口 一瞬间 千叶影 唇间溢出六七股血沫 全身剧痛欲碎 他却猛地转身 刚被震散的黑暗玄气 强行凝聚 催动身躯 直冲踩之而去 赤龙帝短暂地愣了一下 下一瞬间 便以猛扑而上 赤龙之爪 只取千叶影的后心 但 他的眼前猛地一晃 现出了一个干枯的身影 碰 赤龙之爪 正中古竹之身 与此同时 灰龙帝的力量 也已轰制 两大龙族神帝的恐怖龙力 结结实实 完完整整地 中轰于古竹之身 古竹的身影 一动未动 神情依旧那般的古井无波 另一边 万象神帝与匪之龙神 碧落龙神 何占颜一 却愣是占不到半点便宜 他越占越是焦躁 越占越是心惊 而颜一却是越占越癫狂 那不时发出的叠叠嘶叫 几乎要撕破他的耳膜和心脏 他后悔自己选择了这么个对手 身为神帝 和两龙神联手 居然不占上风 无论对方是谁 这都是一件无比丧尊的事 这时 他的眼角忽然撇剑洒血飞坠 似乎要去救天狼心神的千叶影 顿时心下一音 猛地脱离炎衣的炎魔之力 身势斗转 手中的灰色地剑 拧起万象一脉的极道灰芒 直刺千叶影 碰 眼前灰影化时 万象神帝的灰剑 直中诡异顺身 而治得老者身上 在剑身贯穿之时 万象神力亦在他体内猛烈爆发 几乎同一瞬间 赤龙帝与灰龙帝 以锁魂而至 三大西域神帝之力 同时爆发于谷竹之身 哄 西域三帝 但只可摧心灭尘 谷竹的身影 依旧一动未动 明明干枯瘦小 还有些沟楼的躯体 却化为了世间最牢不可汗的壁垒 死守着千叶影的后方 即使对方是三大神帝 千叶影的速度 已至极限 瞳孔中 彩之的身影越来越近 而来自咒须子的夺命白芒 也已临近 他猛一咬牙 手臂甩出 神域如雷电灵蛇般爆射而出 一瞬间数十里 生生超越了 骤天神力的速度 猛然缠绕在彩之的身上 将他狠狠甩向 太出荣地的方向 擦 骤天神力 在彩之上 一个瞬间所在的位置爆发 周围十里空间 炸开万道白痕 毁灭风暴 如万重天灾 久久不止 哄 太出龙帝一声爆吼 巨大的龙爪 将苍之龙神的头颅 狠狠地砸入大地 他没有趁机轰击 而是腾空而起 龙口大张 一股风暴卷向飞来的彩枝 将他温和地卷至自己的龙手之上 然后牢牢附于自己的护身龙气之中 骤天守护者死绝 骤须子 也明显彻底失了冷静 力量落空 他摇齿欲碎 直接冲向了太出龙帝 但马上 他眼前惊隐一掠 神域所化的灵蛇 已变为毒蛇 直穿他的心口 被踩至一件重疮 加上急怒攻心下气息躁乱 骤须子被千叶影连连逼退 千叶影唇角带血 心口带伤 但攻势却依旧凌厉很辣 神域卷动着黑暗魔器 在骤须子身上 切开一道又一道黑痕 碰 白色浮沉被神域从一个极其诡异的角度震开 骤须子量强倒退 神域一猛然习致 点在了骤须子胸前的断骨上 龙裂的黑芒在骤须子的胸口炸开 将他的碎骨和血肉 瞬间染成了可怕的焦黑色 骤须子在痛苦中击退 千叶影刚要追击 忽然心中一颤 猛地转身 坏 坏 坏 帝癡 灰龙 万象 三大神帝的力量 疯狂地轰落古竹之身 恐怖的神帝之力 每一击都如天雷阵势 而古竹一动不动 正身硬汗 如一口沉寂万年 无尽沧桑都无法撼动的古中 或许感知到了千叶影的视线 古竹的眼波 终于出现了些微的动荡 身上忽然释放了一道 强横到异常的白芒 白忙之下 三大神帝如遭万垂轰身 被远远震开 他们摇摇看着古竹 手臂酸麻尖 一时惊骇莫名 古伯 千叶眼儿心脏收紧 一时无法呼吸 没事 对吗 血流从古竹的口中 鼻中 耳中 目中无声的凌落 他背对着千叶眼儿 不让他看到自己的这副模样 小姐 他一声轻叹 声音淡然平和 如枯叶扶风 老奴今后已无法视于身侧 小姐悟 毕 声音未尽 他傲力地哭躯终于倾斜 直直坠下 古伯 千叶眼儿失声惊寒 急冲而上 但他与咒须子交战时 距离已拉得太远 他终于临近之时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古竹的躯体 砸落在他的身前 千叶眼儿屈膝俯身 他这才看到 古竹的身体已浸染鲜血 凋残得如一块被暴风摧残千年的朽木 而他的气息 已若如油丝 几乎风吹即散 千叶眼儿的手掌停滞在半空 欲指颤抖 不敢碰触 他死死咬齿 但眸中依旧泪珠滚落 古竹对他而言 亦师 亦为父 当年 在他的生父即将舍弃他时 却是古竹不惜后果 从千叶梵天手下 将他救离 在他堕魔归来 也是他毫无犹豫地立于他的身侧 无论他的身份与立场 如今 又用自己的躯体 为他焊下了三大神帝的力量 古竹大半生为 梵魂求死印所控 他是千叶物骨 以鸿蒙生死印制造 出的第一个成功的实验品 他因此有了极长的寿源 但同时 他的生命力 却也脆弱不堪 即使他是一个十级神主 泪珠落于鼓竹的枯手 他的嘴角轻轻地动了 那似是一个无尽安慰的浅笑 小姐 竟会为 老奴 落泪 小姐 真的 变了呢 微笑定格在他苍老的面容上 再无声息 太出龙地的龙手之上 采质的意识已经复苏 他摇摇看着 跪于古竹身前的千叶影 双眸之中 引起一抹复杂的心芒 赤龙帝看了看自己的手掌 冷哼一声道 这老头的力量 着实有些古怪 莫非是因为龙皇所言的 鸿蒙生死印 死人而已 不必在意 灰龙帝目视千叶影 据说这梵帝神女 如今是最近魔主云彻之人 还重新掌控了梵帝神剑 绝不能留 无需怜悯 给他个痛快 一起出手吧 万象神帝手中的灰剑 在凝神帝之芒 三大神帝再次一起出手 随着他们身影的移动 一股极端可怕的力量 涡旋直逼千叶影 千叶影没有马上避离 亦没有转身 而是缓缓站起 他遇齿咬紧 周身站立 在西域三神帝临近之时 他忽然禽手高扬 唇间发出一声 绝绝而凄厉的嘶喊 哄 一个无比阴暗 无比诡异的黑暗气场 从他的身上爆开 嗯 这股气场之下 西域三神帝身形咒指 随之 静气气闷哼一声 被远远震开 西方 龙白与库龙尊者的目光 也猛然转过 其路惊然 池武咬脸色骤变 急声道 千叶 不可冲动 不要忘了我之前的话 即使是持无咬之音 亦未能阻止千叶影 以他的心口为中心 一道道黑暗魔纹 在他身上上快速蔓延 直至他的躯体 四肢 指尖 面容 将他的筋谋 化作无底深渊 将他飞舞的金发 染成无尽暗夜 战场之中 所有北域选者的心脏 疯狂跳动 血液剧烈翻腾 就连世出的黑暗旋力 都隐隐狂暴了数分 黑暗的共鸣 笼罩战场的 是一股近似于魔主的 黑暗气息 在西域三神帝 惊静莫名的眼瞳中 千叶眼儿缓缓转身 魔纹遍布的容颜 绝美而要挟 手中的神域 已失去了金芒 闪烁着无比纯粹的 漆黑之芒 第一次 千叶眼儿将体内的 那低磨地之血 完全释放 不计后果 本章完 第1842章 碎龙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唉 池无咬心中悠悠一叹 但随之 他的磨磨之中 也染上了 摒弃所有希望后的决绝 千叶眼儿 一言不发 漆黑的同谋之中 唯有恨意与杀鸡 他融合磨地之血 都是在云彻的辅助之下完成 他黑暗旋力的急速成长 便是败此所赐 但 他终究是凡人之躯 而不是云彻那样的怪胎 将这低磨地之血 尽情焚燃 示出全部的后果是什么 他不知道 也已不想知道 至少 此刻充盈全身的黑暗之力 澎湃 狂暴到随时会先撕碎他的躯体 他向前一步 手中的漆黑神域甩出 那一刹那 无奇的不是漆黑灵蛇 而是黑暗巨蟒 黑暗之力 暴若灼言 尽是光明 身为西域神帝 自然都是见识广博之人 无论千叶影身上的黑暗气息 还是那卷来的黑暗悬光 都绝不正常 他们无一人应接 全部暴退 但在暴走的黑暗之力下 神域的速度 亦随之暴增 如复古之躯 直刺万象神帝的喉咙 万象神帝身形迅转 周身气流浩荡 地剑横起 迎向破镜眼前的黑暗神域 一声刺耳的争鸣 神域与万象地剑碰撞 乍闪的黑光 近似直接无视了 万象神帝的护身之力 让他的身躯和面孔 一直剧烈地灼痛 他借力暴退 随之瞳孔一凝 因为他赫然看到 自己半生万年的地剑之上 竟印着 一道漆黑的凹痕 他大惊失色 失声吼道 不要碰他的 呃 一声惨叫 上一个瞬间 才被他正开的黑暗神域 静逆场里的反卷而至 万象神帝猛然后撤 但还是被刮到了额头 瞬间血肉飞洒 被离开了一道 深可见骨的血沟 神 刚要凄净的赤龙帝 与灰龙帝 都是心中大惊 身为西域神帝 无疑有着世间 最强大的护身之力 要破开防御 伤及其身 何其之难 但在千叶影暴走的 黑暗旋力下 万象神帝的护身旋力 几乎如宝纸一般 那毕竟是 截天魔帝的圆雪 暴然之下 所示出的 是近乎超越层面界限的力量 纵为神帝 亦无从抵御 只是 他注定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 而代价 或许是伤敌八百 自伤三千 轻则衰弱数载 重则 永损 暂避锋芒 龙白沉生道 他话音刚落 一连串惨叫袭来 神域的攻击范围其大 随着三神帝的权力退避 黑暗巨蟒横掠之处 后方四个神主吃龙 被拦腰斩断 如断朽竹 吃了 黑光再卷 今天的魔杀之中 三个主龙被一瞬切碎 一个龙军试图用龙神之臂组下 却被一瞬断臂 再顺穿心 洒血飞坠 堂堂西神域三大神帝 被这一幕幕 惊得心胆欲裂 在复古追魂的黑芒下 狂乱顺身 分三个方向权力顿退 再不敢欺净半分 他们都很清楚 千叶影的这种可怕状态 断然不可能持续太久 龙二目献幽暗 身上龙气动荡 随着他身影的虚化 真身以激略而出 一直照着古老龙气的手臂 直抓千叶影 面对献出诡异黑暗之力的千叶影 他终于出手 恐怖的龙威 瞬间震荡天地 更震撼着所有人的心魂 正与麒麟帝交手的千叶物骨 手掌一番 将麒麟帝强行逼退 然后瞬间移位 直冲龙二 麒麟帝双臂伸出 随之又淡淡收利 转向了正与四大墨麒麟交战的千叶炳竹 故有之力 终非老朽所能及 便厚颜 先协力将你拿下吧 呵呵 千叶秉烛弹笑 独占五大麒麟 有此一战 何尝不是毕生之幸 指望我这残驱可多撑上几时 轰隆 金芒炸裂 苍蓝上空 仿佛有一轮赤日要下 龙二身形被强行阻下 龙谋漠然地看向前方的老者 面对窟隆尊者 千叶悟骨 注定不能有任何保留 他泛血尽燃 泛魂尽势 一到梵帝经营流转全身 为他的眼瞳与肌肤 附上了玄金之色 同为反噬之人 梵帝千叶悟骨 特来领教窟隆尊者威能 哼 心如古尘 但龙神的骄傲已在 龙二淡淡道 怕是你 尚不足资格 千叶悟骨不再言语 手掌推出 金芒封空 他自认不是库隆尊者之敌 但对方欲将他击溃 亦非短时间内可以做到 一个库隆尊者加入 对北域选者而言 无疑是雪上加霜 但好在千叶影 竟以一人之力 生生压制着三大神帝 只是这般压制 又能持续多久 另一边 骤须子目光死死盯向远方 太出龙地的巨大身影 守护者死绝 也几乎绝了 他对骤天未来的全部希望 内心唯于恨意与悲凉 没有趁机遇伤 他孤身飞起 冲向了太出龙地 分心分力 保护彩枝之下 太出龙地压力陡增 已在南压制 苍之龙神 身后 挟着无尽怨恨的骤天神力袭来 太出龙地甩身怒吼 将半数龙力 强行赋予彩枝之身 以半数力量 强悍一龙神 以神帝之力 太出龙地对采之的忠诚是 截天魔帝所强行施加 虽非源自自身意志 但却无比的纯粹 任何情境都无法动摇 一声巨响 太出龙地被震退树里 巨大龙躯也为之失衡 苍之龙神与咒须子 以雷霆般扑上 神帝与龙神之力 如飓风般 轰落在他的龙躯之上 若独身面对 苍之龙神和咒须子 太出龙地可正面抗衡许久 而不落败 但 保护彩之 才是他此刻意念中最重要之事 超越其他一切 尤其咒须子 他的目标不是太出龙地 而是彩之 他的身影不断由于转换 每一次出手 都是强攻龙手之上的彩之 逼迫的太出龙地 一次次强行一身 破绽大开 被苍之龙神连续重击要害 吼啊 一声无奈的怒吼 千片染血的苍古龙灵 碎裂横飞 龙躯意在翻转中 重砸在地 随着护身龙力的崩散 龙手之上的彩之 终于被圆圆甩出 砸落在地 太出龙地发出更加愤怒的咆哮 但刚要强行起身 一个灰蓝巨影 便从空坠下 龙神俱力 重轰他的龙脊 将他尚未直起的龙躯 轰至弯折 咒须子则全然不顾太出龙地 飞身而起 目光凶狠 五指如阴沟 直抓彩之的头颅 天炎 天阳 天魂 天魅 四大星神同有所感 猛地转手 小公主 太出龙地与苍之龙神的战场 扑得太大 难有他人临近 太出龙地 正被苍之龙神死死潜于身下 这次 再无人能去救彩之 这一刻 感受着彼此心神之血的悸动 无须言语 无须心念交流 他们萌生出了一模一样的决绝意念 四大星神的 都已是遍体染血 浑身皆伤 这般状态下 单单招架 便已无比艰难 更不要说强行摆脱对手 去救彩之 除非 几烈的惨叫破空响起 四大星神的身上 同时爆开了 应天啄目的星辰之芒 太过拙劣的星芒之下 那些正在压制 甚至凌虐对手的龙军 被远远轰飞 而这四大星芒 也已超越天际流星的速度 带着断裂空间的长长星痕 飞射向了 逼近彩之的皱须子 彩之在这时悠悠抬手 依旧迷蒙的同谋之中 映入了世间最璀璨的星辰 小公主 她的耳边 传来天言星神温暖平和的声音 我们自知罪无可恕 这是我们唯一的赎罪 也是我们送给你最后的礼物 一定要喜欢哦 这是天媚星神的声音 带着几分 不舍于宠溺 天言星神的星光 最先飞至 太过迅疾的速度 太过强横的威灵 让昼须子 根本无从避开 只能强行指身 双臂横起 带起前方空间的剧烈扭曲 轰隆 星芒爆开 天言归境 那超越星神极限的星晋之力 纵是宙须子 亦不堪抵御 瞬间蹊跷崩雪 在星芒中 被连番震飞几十个跟头 她尚未来得及回魂喘息 瞳孔之中 又是两点同样璀璨的星芒 从天坠至 宙须子 毕竟数万载的阅历 反应极其之快 她猛地吞下猴头涌动的星血 瞬间祭出已有裂痕的魂天中 在她极力涌动的骤天神力下 魂天中转瞬千丈 照向天阳 天魂的心境残忙 扑轰 那一瞬间炸裂的星光 几乎刺下了咒须子的眼睛 也温暖要满着彩枝的整个视野与灵魂 魂天中剧烈变形 那道 被彩枝打出的裂痕 快速放大蔓延 随之一升天崩般的乍响 魂天中彻底崩碎 魏竟的星芒 重重轰在咒须子的心口之上 将她本就重创颇深的躯体 催灭出十几个触目惊心的血坑 五脏六腑 更是在碎裂中一味 咒须子重重跪地 吐血不止 也是在这时 天狼魔剑飞回到了彩枝手中 渐渐的狼手 重新睁开了怨恨的血色狼眸 她从地上缓缓站起 明明以历尽虚弱的胶小躯体 不知从哪里涌现出一股黑暗的天狼神力 她身体摇摇晃晃地飞起 手擒天狼魔剑带着一声怨恨的低吟 砸向了半跪于血坡的咒须子 咒须子猛地抬头 双臂抬起 双手死死抓在了当空轰下的天狼魔剑之上 彩枝铜中的黑光 怨恨而幽暗 身后的狼颖虚晃而狂暴 明明虚弱 但这一剑之威 依旧可怖 咒须子呈半跪之姿 双手崩血 手臂被剑威压得逐渐沉下 但随之 她瞳孔猛然放大 一股强行涌上的距离 将魔剑和彩枝 生生推开了数分 咒须子的喘息 只持续了半息 刚刚放大的瞳孔 又一刹那收缩至 震孔般大小 因为 又一道心芒 在她的瞳孔中 急速破镜 被天狼剑威死死压身 咒须子根本动弹不得 只能眼睁睁看着绝望的星光越来越近 哄 星光爆裂 天媚归境 咒须子最后的护身 旋律完全溃散 洒血横飞 但这近在咫尺的星光 却没有伤到彩枝一分一毫 反而如一只温暖的手掌 轻轻拂过她的脸颊 心芒之中 彩枝一剑轰落 一滴心泪 亦在这时无声甩落 又随着淡去的心境之芒 消失于天地之间 至此 十二星神 仅存天狼 轰咖 这一次 咒须子在无力抵御 胸口在天狼剑微下猛烈塌陷 半数胸骨肋骨碎断 彩之目光暗中带翅 如灵血的深渊 力竭的焦躯 却在无尽的怨恨中爆发着不知从何而来的力量 天狼魔剑疯狂砸落 轰 咒须子 右臂碎断 轰 咒须子左臂碎断 又被随之爆发的力量狠狠从躯体上撕下 化作漫天的碎骨血肉 轰 咒须子双腿吸骨 被毁成粉末 轰 这一件重轰天灵 咒须子的世界顿时陷入一片噩梦般的嗡名 轰 最后一件 将咒须子残破不堪的身体直接贯穿 然后伴着肮脏的血雨 如一个破落的血带般甩向了远方 砰 咒须子残躯落地 宛若死狗般再无任何动静 但 他的眼皮还在轻微地站立 微弱的气息 如冰死的鱿鱼般挣扎着 魔族的覆灭就在眼前 他还未能轻见 不甘就此死去 天狼魔剑重重坠地 发出如山月崩塌般的巨响 彩之手撑魔剑 半跪在地 双目灰暗涣散 他模模糊糊地感知到 咒须子 还有最后一丝气息在挣扎 他拼命地想要站起 但手臂 全身 都仿佛已不再属于自己 紧紧支撑着眼睛睁开 便几乎已耗尽着 他所有的力量和意志 姐姐 我 好嘞 真的 一点 力气都 没有了 碰 如梦般的尼南 他的意识终于彻底离散 上身围着天狼魔剑 惨然 惨 惨 龙白冷视着一切 全程 他没有出手 救助咒须子 亦不懈亲自出手 攻击已昏迷的采枝 苍 他淡淡开口 杀了那个小天狼 不过 留好尸体 完好的尸体 那可是将来与云彻见面时 可以送给他的大礼之一 他这番话并非传音 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好 这声来自太初龙帝的嘶吼 带着极度的愤怒与焦躁 一股狂暴的风暴卷起 千里大帝直接翻覆 将苍之龙神震至高空 碎开大片龙骨 但 太初龙帝却没有就此 将苍之龙神横压至死的机会 先前与四星神交战的九个龙军 已全部攻来 将他死死拖住 苍之龙神领命 他在空中强行翻身 然后骤飞向彩之所在的方向 后方传来太初龙帝的方向 愤怒嘶吼 炎帝 千颖 池乌咬极喊一声 但炎天霄自顾不暇 千叶也而磨血是心 理智也失了大半 对他的吼声毫无反应 池乌咬身影极略 飞坠而下 但飞灭龙神 岂会让他摆脱 赤色龙玉猛然爆发 千里空间如有无尽烈焰翻腾 魔后 你逃不掉的 池乌咬却在这时忽然转身 磨磨之中 闪磨起幽暗的妖光 池乌咬曾经说过 被他的魔魂蚕饰 哪怕是飞灭龙神 也避留阴影 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面对他 都会未斩先切 而正是这份对魔后挥之不去的恐惧 狠狠刺动着飞灭龙神的骄傲与尊严 让他是要亲手将他催灭 也亲手催灭 这份耻辱的恐惧 碰触到池乌咬的魔魔 飞灭龙神顿如惊弓之鸟 龙眸巨颤 慌不跌的凝神巨星 死守龙魂 而就在这一刹那 飞灭龙神后方 不到十丈之据的空间 蓝光微闪 一瞬穿空 狠狠刺入飞灭龙神的后颈 这一切发生的太过突然 太过诡异 完全是凭空而现 没有任何预兆与痕迹 不仅飞灭龙神 在场任何人都毫无察觉和反应 短短十丈 飞灭龙神的精神力 又全部凝聚于 持无咬一人之身 不敢有丝毫分心 完完全全地猝不及防 更可怕的是 那强横无匹的飞灭龙区 竟被这道寒光 直接穿脚过入 破猴而出 丁 一道冰环凝结 风节飞灭 即将涌上的龙力 丁 第二道冰环凝结 风节它上身的经脉 丁 第三道冰环凝结 将它强行涌动的力量 再次横压 丁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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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 蓝光暴闪 冰移封天 一瞬之间 以飞灭龙神的喉咙为中心 十八道冰环 在短暂到众人 都来不及回眸的一瞬间 疯狂凝结 封死着飞灭龙神的力量 血液 经脉 龙骨 玄脉 意念 四肢 转瞬之间 飞灭龙神尚未来得及 做出任何反应和反抗 躯体便已揭化寒冰 碰 剑影无起 冰环爆裂 被冰封的飞灭龙神 当时仅次于龙白的龙神之躯 在幻美如梦的冰蓝之盲中碎裂成冰光灵灵的碎片 而那道蓝色剑影 亦在这一刹那飞射而出 横穿次元 直刺远方的苍之龙神 一切 都只在一瞬之间 无人来得及出生 苍之龙神在金鳄中转手 看到的是 飞灭龙神 化作冰晶碎裂躯体 以及 一点已尽在咫尺的蓝光 碰 雪姬剑正中苍之龙神的头颅 在他的眉心处 站开笼罩千里的冰华 本章完 第1843章 永暗的血与魂 上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吼 冰华之中 想起苍之龙神痛苦入魂的嘶吼 那看似绚丽无比的冰芒 却是生生在苍之龙神的头颅上 炸开一个帐宽的空洞 龙血尚未溅出 却已被寒气死死封结 亦同时封结了 他大半哀嚎的龙魂 数不清的冰痕 在他的头骨上蔓延裂开 触目惊心 若他不是龙神 哪怕是完全同力量层面的人类 整颗头颅 怕是 已经化作冰晶积粉 另一声更加震魂的龙音响起 太出龙地周身龙气 混着龙血爆发 将惊恶失魂的九大龙君 猛烈震开 他扑向在冰华中哀嚎的苍之龙神 凝聚着灾厄之力的龙爪 狠狠轰落于他布满冰痕的龙手 轰 轰 轰 极致的冰皇寒气下 苍之龙神 何止是头颅兽窗 灵魂在极寒中战立 意识更是变得格外迟钝 未被封结的那部分意念 再度本能的竭力驱散着寒气 太出龙地的摧残之下 根本毫无反抗之力 他的头骨 甲骨 龙颈 被轰击的一段载断 可怕的冰痕 更是快速蔓延 很快便如珠网一般 遍及整个庞大的龙手 包括龙白在内 没有人去就陷入绝望冰域的苍之龙神 因为所有的意念 都在因非灭龙神所化作的漫天冰晶而惊记 所有的目光 都死死集中于那个缓缓浮现的冰影之上 庞大而惨烈的战场 在这一刻忽然休止 除了正在暴虐苍之龙神的太出龙地 大 大 大哥 碧落龙神失魂失胜 不 不可能 白红龙神第一次无论如何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视觉与灵觉 直到这一刻 那个冰影才终于完整地显现 一身白衣 曼妙如仙 谋若寒谭 发若冰舞 肤若雪凝 唇若湛音 他现身的那一刹那 无需任何的言语和质疑 便将美奂绝伦与冰霜傲雪 诠释到了如幻梦一般的极致 他的血影 气息和容颜 对在场很多人而言都毫不陌生 一个个神帝同谋 促然放到了最大 那是一种比飞灭龙神硝王 还要剧烈的震撼 龙白深周的龙气 猛然震荡 因为 呈现他龙同中的 是一个根本不可能的人 慕轩音 叮 一声清明 如冰落玉盘 雪击剑飞回至慕轩音手中 点点玉影纯粹的冰芒 环绕于他的血区与剑身 更加几分如梦的神秘与虚幻 麒麟帝带住 青龙帝带住 一众龙神全部龙谋欲裂 苍视天 更是惊得险些从空中栽下去 就连陷入半失心状态的千叶影 都静于原地 不敢置信 恶战呼止 北域众玄者都是疯狂喘息 他们呆呆看着一瞬灭杀 飞灭龙神的兵影 如见天降的 换血神机 持无咬平缓气息 他看着慕轩音 这个他生命中最熟悉的人 微笑道 我就知道 你出手的那一刻 一定不会 让我失望 在场所有人中 他是唯一一个 自始至终之小慕轩音 存在的人 因为 他对慕轩音 无论身体还是灵魂 都实在太过熟悉 熟悉到每一丝血腹的纹理 和每一缕兵魂所刻印之意 熟悉到不需任何形式的交流 便可在慕轩音决定出手之时 配合他创造一个再完美不过的时机 直接顺杀飞灭龙神 此女 何人 龙一道 他的龙眸在明显的动荡 明明无尘的内心 却是波澜骤气 身为库龙尊者 强大龙魂所赋予的神石 何其强大 他竟丝毫没有察觉到对方的存在 爆发于苍蓝神界的战场 四处都是灾厄与神主境界的气息 如此的情境之下 想要完美隐秘自身 在他的认知中 是几乎不可能的事 尤其 龙飞作为龙神界当代第一龙神 有着与五大骷龙尊者同一层面的力量与龙魂 却被尽到十丈之内 而不自知 更是一万个匪夷所思 都不足以形容 以五大骷龙尊者 那动辄数十万载的阅历 根本无一人可以做到 断月浮影 当时 云彻最先修成 而他的隐秘之能 却是在木玄英的身上 达到了极致的极致 云彻当年所成的凤凰涅槃之力 是由凤凰神灵的灵魂碎片所赐 他给予了云彻生命的复苏 却无法苏醒他 曾经的力量 让他就此沦为废人 若非生命神迹 和云无星 永久舍弃邪神天赋的拯救 他到现在 依旧是废人 而木玄英所经历的冰魂涅槃 是冰魂神灵所亲赐的原始涅槃神力 虽同样并不完整 但那终究是神源之力 所赋予木玄英的 绝不仅仅是心生 还有旋力与魂力的暴增 尤其 对冰魂神力的驾驭能力 甚至可以说 随着冰魂神灵的消逝 如今承载冰魂元力 和冰魂神魂 又经历冰魂涅槃的木玄英 便是现世冰魂 当年那个 木玄英 青龙帝呢难道 他不是已经 死了吗 麒麟帝金银道 无数的下巴 惊得狠狠杂地 当年拦迹心外 木玄英畏护云彻而死 多少神帝 界王亲眼所见 给予致命一击的是龙白 在场所有人 都清楚无比地感知到 他生命气息的完全消散 他怎么可能还活着 而且 那股来自他的追魂寒气 竟比当年 足足强盛了数倍 不该存在的人 在一众神帝的气息与力量下 完美隐秘 现身刹那 一击碎杀飞灭龙神 这是他们纵然亲眼所见 都根本不敢相信的奇鬼画面 我此番现身 或许飞弹无助 凡雪上加霜 木玄英声音悠淡 不见喜悲 手中雪鸡剑 凝聚冰晶寒芒 遥遥指向龙白 龙白和骷龙尊者 一直是傲远观 而他一旦出现 龙白或骷龙尊者 必有人出手 所以 若非采之遭恶 他反而不会选择此刻现身 天命如此 又有何区别 持无咬道 哪怕某个西域神帝死 龙白和骷龙尊者 都不一定出手 但飞灭是第一龙神 他的消亡 必隐极致龙目 今日若是你我皆葬身于此 持无咬微笑 倒也不是那么坏 四 真邪门 苍世天双目外凸 呲牙咧嘴 当年群起攻击木悬鹰的人中 可是有他一份 等等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 先前莫名死去 且死时毫无声息的两个海神 难道是他所为 连飞灭龙神 都被一瞬毙命 无声无息杀他苍蓝的两个海神 那还不跟切菜一样 而那段时间 他有数次后被莫名发凉 也根本不是错觉 想到这里 苍世天全身冒汗 老子当年就是顺着行事 丢出几道不痛不痒的玄器而已 犯得着这么记仇吗 怎会有 此事 龙三尘眉道 断月浮影 龙一徐徐道 东欲兵皇之力 因难以传承 而逐代衰落 居然 非 龙武必谋 一生低念 明明神隐之日 便心已无迁 为何依旧沉痛如斯 哼 压下心间的波澜 龙白一直在缓慢遇伤的龙器 随着怒意释放 瞬间激荡天地 万灵经济 当年既未死透 那就再死一次 他正欲亲自出手 身边传来一声叹息 我来吧 龙武身影虚化 在线之时 已静置木悬音前方 他手臂 抬起的那一刻 天空暗云崩散 随之整片天地 都仿佛未知沉下 以你之能 人足或无人可及 可惜 触动龙怒 注定往生 木悬音一言不发 血迹剑随断月浮影而动 一瞬掠出万道兵影 咒刺龙武 剑影临近之时 又绽开万朵冰莲 片片寒魂 持无咬的黑暗旋力 同不习致 随着天地的忽然暗下 蓝光灵灵的冰莲 被映为无尽忧寒的黑莲 属性不同 又来自不同之人的冰寒与黑暗 却在两人之间 达成了完美而奇异的契合 黑莲爆发之时 将龙武瞬间 视入黑暗与极冷的深渊 龙四 龙白道 助龙武 红崩 又是一个枯龙尊者出手 龙四的浩瀚龙气释放之时 整片空间都隐隐抖动了一下 仿佛这一方天地 已难以承受 冰临崩塌 沐玄英 池乌咬 对战两个骷龙尊者 在龙四加入战局之时 本就可怕的战场 顿时卷起更加恐怖的灾恶风暴 周围数百里区域的神主 都被狠狠斥开 无人可敬 龙白身上的龙气并未收敛 他的目光转过 盯向了正在踩踏苍之龙神的太出龙地 踩之的身影已消失不见 被太出龙地 重新卷于龙首之上 并赴于数倍于先前的守护屏障 围于天狼魔剑立于原地 而苍之龙神的整个龙躯已彻底摊下 那可怕的扭曲程度 显然连龙脊都已被轰断 以苍之龙神的强大 哪怕不敌太出龙地 也断不至如此 但他 被那仿佛来自天外的一件重创头颅 头骨显显崩碎 亦是崩散大半 且直到此刻 他的身上 那股寒气依旧没有消散 如亿万极寒冰针 在他庞大龙躯中扎刺肆虐 龙白伸手 闭腻一切的龙皇之气 便要轰向太出龙地 就在这时 他的龙猛猛地移动 这场层面过高 每一刻都在崩天裂地的恶战 苍蓝神域已崩塌了近九成 神域外的苍蓝之地 更是早已万物归尘 但 遍地废墟与沙尘的苍蓝神域正中 那处苍蓝王殿却只是被余波碎裂了少许 龙白目光横扫 龙猛所及 一级开战之时到此刻 他忽然察觉 几乎所有的北域选者 都在刻意地将战场远离这处王殿 哪怕是冰死之前 都会挣扎向与王殿相悖的方向 龙猛沉下 龙魂锦宁 在他的神识集中 渗透入王殿之时 碰触到的是层面极高 且不止一层的隔绝结界 以及一缕隐隐约约的黑暗气息 炎一炎三之外 那个未曾露面的炎祖 七重结界的核心 被龙皇之魂所碰触的炎二 一双老萌萌地睁开 龙三 吴等也该出手了 龙一道 此女怕事不斥于当年的骤天女娃 只龙五一人 恐难拿下 等等 龙白忽然出声 手指王殿 轰开那脸 本章完 第1844章 永暗的血与魂 中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顺着龙白掌心所指 龙一和龙三 看向了苍蓝王殿 随之目光同时一宁 不须龙白提醒 恶战至此 注意力稍转一旗上 便会察觉到不对劲 龙一龙三 顿时飞山起 两个干枯的身影 却卷动起整片天地的风云 一股足以催心灭臣的恐怖威灵 摇摇压腹向苍蓝王殿 战场气流的巨大变化 瞬间引起所有人的注意 十五咬彻身回眸 慕宁悠寒 心间叹息 终于 还是到了这一刻 如果不吉利 将战场避开苍蓝王殿 王殿必定在太过强大的神主之力下 快速崩坏 暴露出其中的结界 但如此之下 时间稍久 当一切化作硝烟中的废墟 忠心那过于完好的王殿 必定太过醒悟 并随之引发警觉 这是一个无解之局 前者 也只能多撑上小节的时间 为一息气 十五咬身上摩西震荡 发出至今为止 最轰而振兴的魔令 全部回防 十五咬的这声叫喊 狠狠刺动了所有北域选者 紧绷许久的那根神经 王殿结界 那是他们必须不惜一切 哪怕死去 也要用尸体 来封阻的最后防线 窟龙尊者速度和其之快 风暴呼啸狂卷之下 以临近苍蓝王殿上空 他们同时出手 两股骇士龙力 从空空下 轰隆 几乎是同一时间 王殿之顶被猛然撕裂 一道黑芒 伴随着一股猙獰的嘶叫 暴窜而出 被龙白的龙魂碰触的刹那 颜二便以叙事待发 他冲出之时 两只哭手在挥舞间 撕出十道研磨黑痕 将龙翼和龙三的力量当空撕散 然后又是一声怪吼 照着黑暗着影的双手 直刺两大骷龙尊者的喉咙 龙翼龙三双臂轻描淡写地推出 手臂之上 同时闪现灰白色的龙神着影 碰 一声巨响 空间化作万千碎线 这三股太过可怕的力量碰撞之下 由苍蓝神石所著成的王殿 瞬间崩碎大半 露出了最外层的结界 七重结界 由三岩祖 十五咬 千叶影 岩帝 以强大的黑暗旋力合力著成 再由云彻以黑暗涌结 在最大程度上抹去气息 这七重结界 不但单向隔绝气息和声音 亦隔绝视线 所以 纵结界显露 亦无人能窥见所守护之物 岩二再强 也断不能一人抗争两大骷龙尊者 这股完全正面的力量交锋之下 岩二找影破碎 枯屈厚仰 整个人倒栽而下 狠狠杂入结界之中 而骷龙尊者的力量余波 却无法穿透结界 重击在最外层的结界之上 顿时震开一道仗长的裂痕 连苍蓝结界 都难抵骷龙尊者之威 何况这个临时所住的黑暗结界 但下一瞬 岩二已再次暴窜而出 身后爆开炎魔之影 斜着远比方才可怕的力量与气息 冲向龙翼龙三 他所接受的命令 就是死守结界 保护云彻 来犯者想要碰触骤天珠 必先踏过他破碎的尸体 随着结界的显露 战场之上风雷变动 大片的黑暗悬光 在决绝中爆开 所有北域选者的黑暗之血 在同一瞬间 全部涌上头顶 他们没有选择逃离 而是抱着死死无生之心 留守苍蓝 为的就是守护云彻 守护最后的那一丝丝希望 结界若是被攻破 这最后的一丝丝希望 将彻底断绝 他们所有的信念与坚持 也将完全化作空无 位于所有人的枉死 所以 为了这最后的防线和希望 哪怕只能多脱上一息一顺 他们也将毫无犹豫地以死来搏 疯狂爆开的黑暗之盲下 所有北域选者 不惜代价地摆脱对手 倾尽全力 冲向中心的苍蓝王殿 在西域选者短暂的错愕之间 快速地铺开一环 由燃血的黑暗之躯所筑成的防线 龙白抬手 黄令振兴 所有人听令 放开手中所有目标 全力轰开那个结界 这个命令 无疑让所有北域选者 心中骤沉 战场的风向急剧扭转 一股股催势的风暴 向王殿方向狂涌而上 北域选者们的全身骨骼 在剧烈作响 面孔都变得格外猙獰 正面厮杀 互相之间可攻可防 纵面对实力或数量远胜自己的敌人 亦可退避游走 将对方拖得一时 但 死守结界 就意味着 他们必须用自己的力量和躯体 从最正的正面 去硬汉下对方所有的力量 哪怕让自己的躯体粉碎 也不能让对方的力量 轰击到结界 本就惨烈的恶战 在战场转移至苍蓝王殿后 顿时惨烈了何止数倍 炎一炎三同时轰开对手 直扑王殿 但穆玄英和池武咬的对手 是两大骷龙尊者 岂是那么容易摆脱 他们刚欲强行折返 两股重叠的恐怖荣誉 生生封死了周围的大片空间 将双方都禁锢其中 穆玄英当机立断 以断月浮影骤然蛇身 渐如冰红 直刺两大骷龙 拖住这两大骷龙 亦是为王殿结界 减少两个极大的威胁 炎祖首席 炎帝结星结陵首北 仲介王 轰隆 持无咬的传音 被龙四轰断 他回眸凝心 全身荡动起 让龙四心中咒寒的煞气 黑暗魔灵在舞动间 站开躲躲恶梦黑帘 将龙玉释出一个又一个漆黑空洞 他没有再继续传音 因为此刻 已不再需要魔灵 支撑所有人的 唯有最后的希望与信念 而能决定结局的 唯有天命 苍蓝王殿周围的千里空间 在无比剧烈的震荡与扭曲 此刻 这里成为了战场的焦点 更成为了神界有史以来 最恐怖 最惨烈之地 炎魔 焚月 结魂 已全部极力退回死守 太出龙族 亦飞天而至 镇守一方 当双方力量都集中于一处 战场瞬间惨绝人寰 骷龙 龙神 龙军 赤龙 灰龙 青龙 万象 麒麟 当他们全部黑压压袭来之时 已远不是绝望二字可以诠释 轰 轰隆 两大炎魔联手 死死抵住了四个龙军的力量 代价 是他们的手臂 崩开数十道触目惊心的裂痕 但马上 龙军的力量再次袭来 两炎魔目若恶鬼 仿佛意志中 已完全没有了疼痛和恐惧的存在 以飙血的手臂 释放出带血的炎魔之力 碰 两炎魔被狠狠震飞 却又在空中生生折身 非但没有 趁势避开四龙军之力 反用自己的躯体 从最正面抵住龙军之力 以自己的血肉 泄去着这股轰向结界的力量 哄 空中血雾飘洒 四龙军的力量 轰落结界时 已止于三成 东方 那些无资格入战场 一直在全力退顿的北域神军们 全部在咆哮中充滞 用力量 更用自己的躯体 抵御着那些轰向结界的力量 只是 他们的神军之躯 非凡人所能奢望 但在神主之力下 却太过脆弱 顷刻之间 他们残碎的尸体 便在结界前扑了满地 手 给我死手 颜天骁丝毫着 将三个神主吃龙的力量 与躯体 狠狠反正回去 任由龙白留在他身上的伤口 崩裂加剧 轰隆 黑暗悬阵破碎 玉武和禅衣双双受创 重砸在地 妖蝶与青银 瞬间移位 代替他们的位置 包括杰星杰林在内 九魔女也已全部受伤 尤其正面硬汉塑星 子里两大龙神的杰星杰林 已是半身染血 同光涣散 唯有手中魔刃 始终挥舞着 不肯暗淡的灵光 龙白抬起手臂 掌心朝向远方的 太出龙地 一声闷响 空间连环扭曲 来自龙皇的无上龙器 隔着百里之遥重击 太出龙地 将后者振飞百里 随之龙器反卷 将苍之龙神带回 太出龙地在怒吼中起身 他发出号令 令所有太出之龙 全力守护苍蓝王殿 但他自身并未临近 因为对他而言 保护彩之 才是最重要之事 如今彩之历劫昏迷 他不会再主动寻找对手 更不会主动踏入危险之地 苍灰光芒之下 苍之龙神 以回归人之形态 他遍体龙骨断了近半 头骨布满裂痕 面目血肉模糊 但龙神可怕的躯体与生命力 让他在几股静断之下 竟生生的力气伸来 口中一发出格外清晰的声音 龙皇 苍 无能 龙白没有回应 龙眸淡淡看着远方的苍蓝王殿 碰 一声震荡 所有人心魂的巨响 第一层结界 在一片血雾中破碎 云彻 一定就在里面 苍之龙神沉生道 此事 当然无需苍之龙神的提醒 提前知晓他们的到来 北域魔族却没有顿离 而是严阵以待 根本不是所谓为云彻争取 逃回北神域的时间 而是为了死守这个结界 而能让这些北域魔人如此的 也唯有他们的魔主云彻 至于云彻为何没有离开 反而是在这个结界之中 唯一的解释 大概是他正处在不可中断的某种 地关状态之中 南方 千叶雾骨独占龙二 虽已受威创 但不至于短时间内溃败 也算是硬拖住了最大的威胁之一 千叶丙烛 遥望苍蓝结界 然后接连顺身 想要强行摆脱五大麒麟 唉 麒麟帝一声轻叹 压低声音道 你还是不要想着脱身为好 如此 你还可在明面上 强行拖住我们五人 若是回反守房 我们五人也不得不强攻 对你们而言 为害无力 麒麟帝作为西域龙神界之下的第一神帝 自身修为虽不及千叶丙烛 但也不会差得太远 再加之四个有着实际神主之威的莫麒麟 若当真施以权力 早已将千叶丙烛击溃 千叶丙烛深深看了麒麟帝一眼 没有言语 亦不再强退 周身泛光耀目 力量尽势 直攻麒麟帝 太出之龙的龙蛆 庞大而强横 他们守于北方 筑成了一座龙蛆障 这个屏障 本该坚不可摧倒让人绝望 但奈何 冲击这个屏障的 都是西神域 乃至当时最强大的力量 龙血不断地倾斜飞洒 上空的血雾 浓重得如同鸭城欲催的黑云 碰 一声悲鸣 随着三只太出之龙的龙蛆 被残忍毁断 第二道结界 也轰然崩碎 脚下的尸骨 刺鼻的血雾 将所有人血液中 折服的兽性 都完全激发 面对绝死搏命的北域魔人 西域神主们的拒死之心 也早已被扭曲 杀人和被杀 逐渐成为战场上 所有人心间唯一的一念 本章完 第1845章 永暗的血与魂 下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苍蓝王殿前陷入惨烈血战 而赤龙 灰龙 万象三神帝 却自始至终未能靠近王殿 反被释放着恐怖黑芒的漆黑神域 逼离得越来越远 逐渐要拖出苍蓝神域的范围 千叶影的暴走状态 所持续的时间远超三神帝的预料 但此刻也终于到了极限 一瞬间 神域上的黑芒变得暗淡 千叶影混乱飘舞的黑发 已在这时尘下 他整个人定在了空中 身上那恐怖绝伦的黑暗气息 忽如潮水般清闲 瞳孔中的黑芒 一逐渐散去 整个人仿佛在这一刻 失去了所有意识 从空中无力坠落 三神帝遍体皆伤 残留余生的黑暗旋力 竟是难以驱散 痛彻骨髓 看着气息崩散 胶躯坠落的千叶影 他们全都蒙吐一口冷气 万象神帝牙齿咬紧 便要冲下 却被赤龙帝一把抓住 龙皇之令 先破结界 云彻一定就在里面 走 灰龙帝卷起风暴 直冲苍蓝王殿 可想而知 再加这西域三神帝 苍蓝王殿的守护 将暴增巨大的压力 万物 万烈 宰了他 一声令下 万象神帝与赤龙帝 也速度全开 冲向苍蓝王殿 与此同时 两个万象神主 从不远处飞幅而下 带着冰寒杀鸡 冲向肆意失去意识的千叶影 而就在这时 千叶影的瞳孔 骤然恢复了焦距 先前涣散殆尽的黑芒 在一瞬间重新凝聚 幽暗四渊 吃龙 灰龙 万象三神帝 忽然背后一凉 他们反应极快 猝然回首 忽然间 他们眼前齐齐一黑 然后再不见明光 三百里空间 黑暗笼罩 再无光明 这是 怎么回事 黑暗之中 三神帝张口惊语 但马上惊觉 他们竟寻不到彼此的存在 甚至连自己的声音都无法听到 他们迅速玄器释放 但马上更加骇然地发觉 他们的力量释放 竟变得格外艰涩 就连抬起手臂 都需耗费数倍的力气 整个人仿佛陷入了 浓稠无尽的黑暗泥沼 黑暗之中 千叶也人手臂抬起 短暂沉寂的神域 再次笼罩浓郁的黑芒 这是以魔地之血 所催动的永夜无光 领域之内 是尽了一切的光明 也是尽了所有生灵的灵觉 触觉 视觉 听觉 嗅觉 层面的压制之下 连西神域三神帝都无法抗拒 是 神域划出一道黑暗射线 瞬间穿透两大万象神主的躯体 直射三大神帝 在碰触到万象神帝时 将它紧紧勒绕 然后继续延伸 将赤龙帝 灰龙帝都死死缠住 然后猛烈收紧 黑暗泥沼之中 三神帝的灵觉 变得格外迟钝 力量的释放也格外缓慢 无疑人避开神域的绕体 但 它们毕竟有着神帝之力 其中 灰龙帝与赤龙帝 更是有着强横龙区 在它们的极力挣扎之下 神域切开玄器 切开皮肉 碰触到骨骼之时 便收紧得极其缓慢 黑暗之中 千叶尔的唇角 缓缓落下滴滴血珠 脸色亦在一点一点 变得惨白 先前的力量溃散 并非是假象 魔帝之血 毕竟已与它的躯体 完美融合 在它躯体 濒临承受极限时 魔帝之血的力量 维护主身 自发脸回 却又被千叶影 强行释出 先前的魔帝之力 它是在以躯体承受 现在 完全是在以生命释放 生命和元气的流液 剧烈到它自己 能感知的清清楚楚 尺间的血滴 逐渐化为血流 但它依旧近乎 癫狂地压榨着 魔帝之血 最后的力量 它多么地想将 这三神帝的躯体切断 但它知道 这注定是奢望 但至少 要以手中神域 将它们锁死在这里 绝不能让它们 靠近王殿半步 哪怕要燃尽自己 最后一丝生命 碰 苍蓝王殿前 第三道结界破碎 龙白远远地看着 被血气笼罩苍蓝王殿 它依旧没有出手 因为眼前的风景 让它太过陶醉 只是这陶醉之中 未免有些遗憾 多么凄惨的守护 多么悲怜的挣扎 多么绝望的境地 要是云彻能亲眼看到就好了 可惜 可惜啊 可惜 龙后 马上 我就可以向你证明 你的选择是错的 你真的错了 他怎么可能配得上你 他根本连让你直视的资格都没有啊 苍蓝王殿前 被一结界的北域选者 以全身皆伤 无一例外 言一 言二 言三独面 两大窟窿尊者 和清冤 匪 碧落三大龙神 虽然吃力无比 却反而是各方防守相对最稳固的一方 但 无论其他方位如何的险象还生 破绽大开 他们都断不可分心救援 因为骷龙和龙神之力 对结界最为致命 他们必须以超越自身极限的力量 去拼命封锁 南方 百只太出之龙 以折损近半 混合着亡灭的主龙 遍体残碎的龙骨龙尸 浸泡于龙血之中 宛若腹血的炼狱 北域的一众尚未戒王 神主长老 亦是陨落大半 同族的黑暗气息 他们可以瞬间辨识 他们或在血泊之中 或是脚下的头骨 或是非空的断肢 背后一步便是黄泉 他们已提前化作恶鬼 用自己的力量和生命 去轰杀所有临近的敌人 哄 水滑绽放 水音乐手中摇膝剑五处 一招流光天影 铺开一道华丽的水墓 将两只主龙的力量引向对方 巨响之中 两只主龙残吼一声 同时栽落 但第三只主龙的力量 他再无抵抗 从空中狠狠砸落 血染蓝衣 可 嗨嗨 他捂着心口 看着血色的土地和天空 水眸却凝着一股 与清冷容颜 全然不服的坚毅 身为流光界王 一个仅用三千年前 便成就的中期神主 他无疑是最为 当时瞩目的女子之一 但这一战 他的力量 却是那般的孱弱无力 魅英 一定不要死 他轻念一声 站起身来 再次冲向上空 将流光界的天蓝水滑 绽放于这场神界 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战场之中 轰 轰 轰 一波又一波的神主距离 轰击于结界之上 这若非是北域众 顶级神主合力所住的黑暗结界 怕是寝客间便已崩灭 攻城容易守城南 何况四面八方皆可攻击的结界 北神域的神主数量 哪怕再多上两倍 也不可能 阻下所有的力量 而这每一次的轰鸣 都无疑是 撞击在北域选者的心弦之上 阎天骁以满手满脸都是血迹 他指若鬼钩 将一个又一个的西域神主灌体 撕碎 震飞 身上更是爆开着不知多少的伤口 而那个被龙白灌凶的血洞 更是早已彻底崩裂 随着他每一次的力量释放 而鲜血似箭 他却浑然不绝 哇 随着他两颗牙齿被崩断 琴启的双臂 分别死死撼住了一个 十级神主吃龙 而后方 却又一次传来 让人绝望的报名 两个阎鬼的躯体重重 砸在一步满裂痕的结界上 未灭的余威 将第四道结界崩碎 颜天霄目自尽烈 全身黑光爆裂 将两大赤龙远远震开 他猛然回身 刚要爆吼 却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炎魔 为硬抗三大龙军的龙器 而力量崩散 全身重创 然后被白红龙神的龙爪冠心而过 内脏聚碎 他的视线一阵模糊 炎魔界曾经奥陵北域的十炎魔 如今止于四人 战场的光线 在这时忽然亮了一分 永夜无光的世界 忽然射入了一缕缕的光明 光明侵入的那一刹那 整个黑暗世界 开始猛烈崩坏 三神帝的灵觉快速恢复 全身压力骤减 他们对视一眼 三股神帝之力同时释放 哄 震荡的黑暗世界 如气泡般崩碎 缠绕在他们身上的神域 被轻易震开 甩飞而出 上面的黑芒快速退去 转眼便恢复为原来的药金之色 随着黑暗的淡去 就在短短的树里之外 千叶影的身影缓缓而坠 他的脸上再无一丝的血色 身上亦没有了黑暗的光芒与气息 就连他的长发 也在坠落中退去漆黑 回归金色 万物 万烈 这两个万象神帝 先前命令去击杀千叶影的万象神主 以化作地上两具焦黑的尸体 三神帝的身上 烙着一道又一道 让他们时刻承受追魂之痛的黑痕 尤其是腰间 少了一环整整净寸高的皮肉 裸露的骨骼焦黑一片 看上去极端恐怖 碰 千叶影重重坠地 但他没有昏迷 手指抓着干冷的地面 手臂在战力中触动 似乎极力地想要站起来 只是他的气息 却孱弱地宛若扶平 这个妖女 万象神帝五指抓紧 一脸猙獰 扫了一眼千叶影的状态 吃龙帝冷声道 原来是以粉损生命为代价 怪不得 哼 元气激进 根本不用我们动手 自己很快就会命绝 灰龙帝说着 同时不忘惋惜一生 与龙后齐名的梵帝神女 还真是太可惜了 神帝 远处 陡然传来众犯王的嘶叫声 随之 所有残存的犯王 在顾不得其他 全部节里扑来 走 懒得和这些犯王纠缠 三神帝直冲苍蓝王第二去 还未临近 以为陷入敌死苦战的北域选者 带来三股 将他们推入更深绝望的重压 变得模糊的意识 依旧感知到了 六个犯王气息的临近 千叶影挣扎着抬手 唇间发出虚弱而阴厉的声音 不许 过来 手 剑 重犯王的脚步微顿 第三犯王颤声道 可是 神帝你 谁敢靠近 我宰了他 千叶影惨白的脸上 泛起痛苦之色 却依旧窃齿低吼 滚 第三犯王猛一咬牙 转身吼道 谨遵神帝之命 回去防守洁剑 无从选择 六犯王带着遍体的血痕与疲惫 从后方重新撕杀入苍蓝中心的战场之中 吼出那个滚字之后 千叶影禽手垂落 全身再没有了一丝的力气 亦是在游离中远去 他知道 当自己的世界陷入完全空白的那一刻 便是命绝之时 云 撤 欲加模糊的世界 只剩下这一个名字 依旧那般的清晰 我原本想着 就算死 也至少是死在你的怀中 你的身边 哪怕 是被你杀死 可是 也是呢 我这种满身罪恶的人 又怎配 善终 怎配 如愿 本章完 第1846章 言辰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远处 感知着千叶影元气枯竭 生命离散的千叶物 古老木转过 身上的泛光忽然暗淡 如此之大的破绽 龙二岂会错过 苍白龙找邪万君之力 催破泛光 众轰千叶物谷之躯 轰隆 窟龙之力 如万雷惊天 千叶物谷身上血雾爆开 苍老的躯体 如枯木般坠落而下 杂入不知多深的土地之下 如千叶物谷所料 龙二没有追击 而是冷淡回眸 直赴苍蓝王殿的结界而去 地面爆开 千叶物谷身影飞出 落在了千叶影身侧 燃血的手掌筋芒凝聚 轻浮于他的后背之上 意识在即将陷入完全空白前 忽然快速复苏 一股浑厚的生命元气如春雨甘露般涌入 清晰着他的五感 复苏着他的躯体 千叶影缓缓睁开眼眸 看向了身侧的老者 逐渐变得通透的视线中 他看到了千叶物谷 和他燃血过半的灰衣 更清楚感知到 那来自他的生命元气 虽然千叶影 已不再深具泛魂 但他毕竟是千叶物谷的直系后代 同血同脉 他再用他本就所剩无几的兽缘 来为他续命 即使这种同脉之下的兽缘转移 百年也不过只能换得一两年 你 你在做什么 住手 意识苏醒 但他躯体 依旧无比虚弱 除了唇间的惊寒 却根本没有将他推开的力量 千叶物谷没有言语 将自己的兽缘 源源不断地 渡给千叶影 用你的力量去守剑 不要浪费在我身上 千叶影竭力地想要挣扎 口中更是发出 极尽狠利的声音 这是命令 纯老头 这是命令 千叶物谷神色不变 淡淡道 你为梵天神帝 老朽身为梵地中人 当遵从地令 但 他露出狠淡的微笑 我亦是你的曾祖父 这世上 没有任何人有理由 有资格阻拦一个老人 去救自己的后人 你 千叶影无指抓紧 心魂轻颤 却再也说不出话来 结界之前 局势陡变 龙二加入 三眼祖压力陡增 吃龙 灰龙 万象三神帝 附空而至 研磨 焚越一方 原本就脆弱不堪的防守 顿时全面崩溃 仅存的炎魔 炎鬼 十月者 焚越神使 几乎被忽然从天制的三神帝 全部冲翻在地 煞时 三神帝 直接落于结界之前 三帝之力 如阵势之雷般 快速轰落结界 后方 白红龙神为首 一众龙君 吃龙 灰龙 麒麟 如万月般压上 百道神主之力 骑轰结界 碰 第五道结界崩碎 意识支撑时间最短的结界 五层结界 一层比一层破碎得更快 随着北域力量的凋残 和防线的崩溃 后两层只会破得更快 炎一回首 气得跳脚大骂 你们这帮鬼仔子废物 死了 但他和炎二炎三 面对三大骷龙 和三大龙神 压力之巨 绝非他人所能想象 破口大骂之外 却注定无法分身相助 炎武左臂已断 旋力更是止于不到三成 他从地上翻滚而起 孤身冲向三神帝 手中炎魔枪 染着他的炎魔之血 爆发出他极限的力量 轰碰 眼影一晃 黑光炸裂 将三神帝震开树杖 黑暗之力 触及了他们身上 被千叶影切出的黑痕 顿时痛不欲生 同时亦狠狠触动他们的愤怒 他们暴然出手 这次目标 却不是近在咫尺的结界 而是炎武 炎武虽是十级神主 但终不能与神帝相较 何况他已断臂力摔 碰 他的炎魔枪被吃龙帝震飞 哄 他身上的炎魔黑光 被灰龙帝一掌震散 破 一道血光飞溅 他的心口已被万象神帝的地剑贯穿过 炎武瞳孔凝滞 随之涌起暴力黑芒 右臂重新拧起炎魔枪 但尚未刺出 一股浩瀚龙气便从空而至 重轰他的心口 这是来自白红龙神的狂暴一击 瞬间 炎武心口剧烈下陷 口中狂喷一大口血污 在淋洒的血雨中横飞而去 五 炎天骁回首 一声爆吼 将身前的龙君和赤龙狠狠先飞 然后深化残影 直扑炎武 哼 死吧 赤龙帝手臂轰出 一道绝命龙影直飞炎武而去 哼 赤龙之影没有击中炎武 而是狠狠轰击在忽然闪现的炎天骁身上 他手臂大张 一动不动地硬撼住赤龙帝之力 一层无形的屏障 在他两侧铺开 封锁着所有可能波及炎武的力量 哼 还在妄图挣扎 何其可怜啊 白红龙神低笑一声 忽然出手 找付白芒 直轰炎天骁的胸口 炎天骁刚成赤龙帝之力 气息混乱 而白红龙神这一爪 不知有意无意 正中龙白在他身上轰出的窗口 一大棚的赤血泼洒而出 白红龙神的龙爪破体而过 猙獰的五指在他后背目血曲张 与此同时 万象神帝与灰龙帝义同时出手 一剑贯穿炎天骁的小腹 一掌震碎他的内腹 炎天骁蹊跷渗血 神情未动 炎帝 正拼死奋战的坟道起目光扫致 骇然出声 主 上 一个倒地的炎魔 痛苦嘶吼 炎武单膝跪地 猛吐几大口鲜血后 才在晕眩中支起上身 一眼便看到炎天骁的惨状 父王 他凄喊一声 踉呛几步 然后猛扑向前 但 一只大手却忽然向后伸出 带起一股黑暗气浪 不轻不重地将他震了回去 炎武茫然抬手 看到的是父亲抬起的手臂 以及 他温暖而短暂地注视 随之 他的目光收回 亦永远收回了 他对女儿最后的一次回眸 他眼中的瞳孔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是一片无暇无际的幽黑 心脏的跳动猛然加剧 这一刻 炎武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他猛地抬手 颤抖的手指极力地 想要触碰向父亲 唇间发出恐惧的呢喃 父王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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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不要 啊 啊 一声凄厉到破猴的嘶叫声中 颜天霄的后背忽然炸开 现出一道漆黑的魔影 魔影一丈之高 气息骇人 但断然不至于威胁到龙神神地 建了棺材都不掉了 白红轻蔑一笑 那依然贯穿着颜天霄躯体的手臂 陡然释放出澎湃距离 死吧 低音未落 他的脸色陡然一变 猛地低头 他才忽然发现 自己的手臂 不知何时附上了一层诡异的黑光 将他的手臂死死地缠绕 禁锢 他猛然视力 竟是无法撤回 道道同样的黑芒 一无声无息间 缠绕到了万象神地 吃龙地 灰龙地之身 这是颜天霄最强大的黑暗禁锢 只是面对龙神和西域神地 却也注定不可能禁锢太久 啊 哎呀 啊 颜天霄的丝毫在继续 他身后的炎魔之影 亦在这时忽然放大 转眼十丈 百丈 千丈 直至万丈之举 所释放的炎魔气息 更是随之膨胀到一个无比骇人的程度 融合着黑暗禁锢之力 如万千黑暗山月 死死压在所有被炎魔之影笼罩的生灵身上 战场之中 所有人惊然转目 就连三炎祖 意味之刹那失魂 这小子 炎依一声低难 啊 炎天霄的身影已被万丈炎魔之影完全吞没 这声咆哮分不清这是来自炎天霄 还是来自深渊炎魔 咆哮声中 炎魔之影忽然迈步 猛地冲向了前方 巨大的黑暗身影 拖动着白红龙神 拖动着三神帝 随着阴影的照下 将一个又一个龙军 一片又一片西域神主卷入其中 横推向了西方 红龙龙龙龙龙 大帝翻腹沸腾 白红龙神 西域三帝都是面目扭曲 他们在黑暗禁锢中极力挣扎 力量再一次次爆发中 轰向炎天霄 但 那巨大的炎魔之影 却是越来越快 将他们 还有足足十一个龙军 九十多个被卷入的西域神主 推向了更为遥远的西方 不可挣脱的距离 让他们的躯体乃至灵魂 都仿佛被死死沾在了炎魔之影上 再加上那绝望而恐怖的黑暗咆哮 将成为他们一生挥之不去的噩梦 十里 二十里 三十里 五十里 七十里 今后之声漫天响起 随着如此庞大的一波西域力量 被推向远方 北域选者的防守压力大减 先前崩溃的防线 被挣扎而起的炎魔炎鬼 迅速封堵 而他们的眼中 都已是血泪凌落 炎武挣扎着站起身来 他摇摇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 视线在类物之下模糊一片 他默默地 定定地看着 不肯有刹那的措施 杀 杀 本筋疲力竭 浑身带伤的炎魔炎鬼们 爆发出了无比阴森狂暴的杀机 他们从自己全身 每一个可能的角落 拼死催动着每一丝炎魔之力 带着无尽的恨意与杀意 主动冲向了最近的西域神主 厮杀 忽然间变得更加爆裂 轰隆隆隆隆隆隆 如巨浪滔天 万月崩塌 炎魔之影依旧在前行 横推着被禁锢于黑暗中的西域选者 一百里 一百五十里 两百里 轰隆隆 随着炎魔之影的忽然虚化 速度终于慢了下来 从催枯拉朽 到步履缓下 到脚步蹒跚 碰 碰 碰 一步 两步 三步 他的脉步越来越慢 却依旧无比执着地向前推进着 直至落下的脚步 再无法抬起 万丈眼影在虚化中消失 眼影之下 只于炎天霄遍体伤痕的身影 他站立在那里 保持着双臂前推的姿势 一动不动 脸上不见猙獰 唯有坚毅 双眸之中 已没有了任何的光芒 身上 亦没有了任何的气息 就连遍体的伤口之中 都不见一丝血液流落 就这么静静地站着 如一尊风化的朽杯 碰 一声闷响 白红龙神狠狠挣脱了黑暗禁锢 他手臂伸出 龙力还未来得及释放 一股冷风卷起 吹拂向静力的炎天霄 顿时 朽杯飞扬 灰尘午散 一带炎帝 就此化成风中 无痕勇士 本章完 第1847章 残光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遥远的苍穹之上 石武咬强撑着来自龙丝的重压 依旧分心回眸 用目光远远地送了颜天霄最后一程 后悔吗 沐玄英问 池武咬摇头 记忆决意 无论结果如何 我都绝不后悔 只是 这份愧疚和亏欠 怕是已再无机会弥补了 曾经的北玉三帝 如今只于他一人 更严格而言 如今的他名义上是魔主之后 一二 北玉三帝 已结成过往 黑暗禁锢消失 那一众被推离战场的西域选者 却久久贪作不起 他们看着北玉炎帝所化作的灰色烟尘 眼神复杂 胸口更是沉重到窒息 白红龙神猛一挥手 将前方空间的飞尘 狠狠轰散 而作泄狠 走 白红龙神与西域三帝在前 面色阴沉的飞像 已化作废墟的苍蓝王殿 后方龙君和一众西域选者 也不得不压下心中震荡 咬牙紧随其后 北方 一直在和苍世天缠斗的青龙帝 悠悠一声叹息 低语道 这世上 为何要有争斗 这么多的鲜血和生命 就算最终换来想要的东西 又真的值得吗 嘿 苍世天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小青龙 我就喜欢你这天真的性子 哄 苍世天话音刚落 一道极寒的冰锥 已狠狠撞击在他的脸上 将他整个左脸都撞击到下陷 躯体更是狼狈无比的 连转几个跟头 哼 青龙神是慕宁寒霜 冷冷道 敢如我主 找死 嘿 嘿嘿 捂着左脸 苍世天却是在笑 小青龙 全神界都知道 你青龙界从不愿涉及任何恩怨争斗 但这世上有太多事 容不得你独善其身 青龙帝 单打独斗 我都不是你的对手 再加上这个小娘们 却到现在都没有将我拿下 苍世天咪眸咧嘴 放水到这种程度 龙皇就算是个白痴 也能看得出来 你当真以为 这一切终结之后 他会无视你的不愿作为吗 哦不不 这根本就是抗命 青龙帝默然不语 这几日的龙皇 和往昔所有人认知中的龙皇截然不同 从无争无怒 变得乖利可怖 也或者 这才是他真正的本性 而这一切背后的原因 十五窑口中那识破今天的绿帽二子 直到现在 都在惊颤着每一个人的心脏 但断然无人敢出言问询与提及 远处 倒数第二道结界 也已裂痕遍布 苍世天惨笑一声 道 我们这边已是彻底玩玩 不过爽了几波 死了也不亏 倒是你 本王奉劝 你趁现在还来得及 赶紧释出全力 将我打残打死 否则 你一定会后悔的 青龙帝依旧无言 更没有促下杀手 嘿 苍世天面露嘲讽 身为青龙之地 却这么优柔寡断 慈心泛滥 看来你青龙一脉 也传承不了几代了 找死 青龙神师大怒 水卷寒灵 轰卷向苍视天全身 咔嚓 天地再次震荡 第六层结界 在不断弥漫的血雾中 终于破碎 只于最后一道结界 流转着近乎绝望的微光 第六道结界 成为了支撑最久的结界 而这颗存在最久的希望星辰 闪耀的却是炎帝自我焚尽的希望之芒 北域选者的双目赤红的如同燃血 在仅剩的最后一道防线下 他们彻底化作了绝望之兽 防御亦彻底转为主动的厮杀 疯狂释放着周身残剩的所有力量 进行着最后的反扑 这时 龙白的眉头 忽然微微一沉 当黑暗结界 只剩最后一道时 对他灵觉的隔绝 已大为减弱 他的神识 隔着遥远距离侵入结界 感知到的 却不是云彻的气息 而是另一股极为特殊 又熟悉的气息 骤天珠 刹那愕然 随着他忽然明白 云彻之所以久未出现 并非是在闭关 而是在骤天珠的骤天神境之中 暂缓攻击结界 强控住所有人 龙白忽然下令 字字雷霆 他也终于动了 随着他身影的飞起 浩瀚龙威瞬间卷动其整片天地的风云 战场的风沙与血雾 亦随着他的龙影 被带向了苍蓝王殿 龙皇之令下 战局再次聚变 当西域神主 不再需要分力强攻结界 而是全力压制对手时 北域玄者所成的重压 更是暴增 龙一 龙二 龙三 以及三大龙神的力量 在空中聚合 齐压三岩祖 三岩祖不敢避开 因为一旦退后 这股力量便会直轰结界 他们同时出手 身后的研磨之影 司空咆哮 两股极端恐怖的力量 当空对撞 僵持之间 空间如预报的气球般 被压缩到极致 力量之上 三岩祖终归处于很大的劣势 可怕的僵持俯一开始 三岩祖的面孔便剧烈争鸣 但他们的脚步 死死定在原地 绝不后退 唯有支撑着蔑视之力的手臂 在无比剧烈地颤抖着 龙白的气息 惊害着所有人对北域选者而言 他的力量若是腹下 必然会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 是巨月 木悬因目光陡寒 他身影虚晃 以断月浮影 瞬间脱开龙武的龙气封锁 身后现出宛若实质的冰皇神影 在一声极尽嘹亮的黄鸣声中 雪鸡剑带着一道灿若天光的冰蓝光滑 穿破两大窟窿的龙玉 切裂数百里空间 十次龙白 但 距离终究太远 龙白右臂一横 一个巨大的龙皇立场扑开 在冰蓝流星临近之时 轻易扭去了他的轨迹 滑 冰皇神力在龙白的后方炸开 一道极地霞光贯穿天地 却未能伤及龙白分毫 仅仅是短暂的组织 风暴轰鸣 空间阵战 龙白到来之时 单单那股骇人的气浪和威压 便让大片的北玉玄者 与太初之龙栽翻在地 血染的战场 被生生清出一片颇大的真空 龙白身影坠落 手扶着影 直轰最后一道结界 混乱的力量冲击之下 最后一道结界 也早已光芒暗淡 碎痕遍布 随着龙皇之爪的轰下 最后的结界剧烈颤荡 在悲鸣声中 碎开千万道黑痕 北玉玄者的心脏顿时坠落深渊 严三猛一咬牙 咆哮道 老鬼 你们给我撑住 他忽然撤立 如躁狂之犬 在私窖中扑向龙白 少了严三之力 严一和严二的压力陡增 两双干枯的手臂 瞬间皮肉外翻 黑血绷建 即使已惨不堪言 但他们愣是没有就此崩溃 死死地擒着三骷龙 与三龙神之力 无人可以想象 他们干枯如柴的躯体与手臂 承受的是何等的巨压 每一个瞬间 都不吃诸天倾覆 而让他们支撑至此刻的 或许早已不是自身的力量 而是意志中 对云车的绝对忠诚 轰隆 龙白又是一掌落下 浩荡龙威之下 结界已完全军裂 只于最后一缕缕微弱的 黑暗残光 苦苦支撑着 颜三宁叫着扑来 五指如黑暗肩钩 带着爆裂的黑芒 扎向龙白的眼瞳 龙白头也不转 右臂促然伸出 闪烁着淡淡白芒的手掌 直迎而上 抓在了颜三的黑暗枯手之上 咔 可怕到撕心裂魂的碎裂声中 颜三手上黑光散尽 植骨静断 龙白的恢复能力太过可怕 一直静观战场的他到了此刻 力量几乎已完全恢复 先前看似严重的伤势 也在这不短的时间里 恢复了七七八八 而颜三不但全身皆伤 力量更是消耗大半 又岂能独自与龙白抗衡 颜三一声怪叫 炎魔之力再度涌上 弹上未能释放 龙皇之力已沿着他的手臂 重轰其身 颜三大脑轰鸣 意识半溃 躯体如枯叶般横飞出去 但半空之中 他却是猛地咬蛇 双臂在盗飞中混乱舞动 将身后未散的炎魔之影 轰向下方 强行爆发的炎魔之力 将一大片西域神主 狠狠震飞 同时亦让一众北域界王 暂时摆脱了压制 拦住他 拦住他 颜三竭力地嘶叫着 他的身躯被龙皇之力 轰至百里之外 依旧摇摇传来 他破喉的咆哮 拼 龙白手指一戳 直穿结界 在一声清脆的碎裂声中 最后一道 结界如肥皂泡般崩裂 崩裂的结界中心 骤天珠安静地漂浮在那里 释放着有些暗淡 但依旧纯粹无垢的白芒 骤天 猪 骤天珠 大片的惊呼声从周围传来 他们亦忽然明白 龙皇为何下令 不要再强攻结界 这等神物 岂能不甚悔之 远处 壮弱残尸的咒须子 似有所感 从地上无比缓慢地抬起头来 看向远方那一点微弱的白芒 口中发出低微到无法听清的乌叶声 唉 龙白与骤天珠近在咫尺 已无力可阻 持乌咬缓缓闭目 发出这一声最无奈无力的叹息 但 直到此刻 依旧有人不肯放弃 就在龙白脚步迈出 临近骤天珠之时 血泊之中 在阎三之力下 摆脱了压制的天姑姑 忽然暴窜而出 狠狠撞在了龙白的身上 全身所有的力量灌入四肢 死死地 缠绕于龙白之身 半跪于血潭 以星落深渊的天目一 全身僵挺 骇然惊吼 孤狐 碰 龙白面色僵冷 手臂前身 龙黄之爪一瞬灌体 将天姑姑地身躯 直接提起 然后狠狠摔落在地 骨骼碎裂声震耳地 如同山岳崩塌 孤狐 天目一声凄喊 目自尽炼 龙白头也不回 向前一步 但一股阴风 从后方骤然袭来 一只染血手臂 从后方死死地 锁住了他的脖梗 龙白的眉头 微微沉了下来 在他刚才的力量之下 天姑狐全身骨头 至少碎裂六成 内窗更是足以致死 他却是几乎在瞬间起身反扑 坦白说 龙白有了那么一瞬间的震惊 不许 靠近 磨 啄 天姑姑地手臂 在死死地收紧着 几乎要拉断自己的臂骨 龙白脚步停止 手臂轻描淡写地向后 按在了天姑姑地右臂之上 龙气轻轻一吐 咔 天姑姑地整只右臂 顿时碎成数十段 啊 无法想象的痛苦 却只换来天姑姑一声嘶哑的低音 而他的左臂以猛然勾上 代替碎端的右臂 又一次锁在龙白的喉咙上 龙白瞳中白忙一闪 龙气猛然释放 哄 沉闷的轰鸣声中 天姑狐终于发出一声惨叫 他的双臂当空粉碎 化作大片飞散的骨蟹血末 尸臂的躯体洒血横飞 砸入粘稠的血潭之中 天姑一明明已是历劫待死 但此刻身上 竟爆发出近乎超越瓶声极限的力量 如一头绝望的凶兽 狠狠扑到了龙白的身上 用自己净血的躯体 死死地阻住龙白的脚步 宗主 我们来了 后方吼声爆起 皇天大长老 所有存活的皇天选者 全部撕叫着扑上 随之 霍天星 魁蛇圣君 所有摆脱压制的上尉戒王 全部目赤如血 或腐空而落 或飞身扑制 或谈地而起 一个又一个 一片又一片 他们躯体交叠 力量交叠 筑起一道悲壮的人墙 封锁着龙白的前方 在这超越生死 超越意志与信念的躯体冲击之下 龙白的身体聚晃 然后重重倒退了一步 而这一步 对龙皇而言 无疑是奇耻大辱 他同谋阴下 身上龙影浮现 一股暴怒龙力 伴着一声震魂龙影释放而出 哄 残忍的轰鸣声中 血泉混乱飙洒 引路之下 龙白这一击激尽全力 又岂是这些 已几乎游进灯窟的北域神主 可以抵挡 以神主之躯堆撤的人墙 被狠狠爆开 化作混乱飞散的断体断肢 一半横死 一半重创 而足于最前方的 皇天界王天目一 更是当场碎体 无法留下哪怕半字的遗语 哼 龙白手臂一甩 险恶地驱散身上的污血 他刚要抬脚 忽然脚后一阵剧痛 腿骨近断 又双臂近尸的天姑胡 已无法站起 却用自己的牙齿 死死地咬在龙白的脚后 明明以失色涣散的瞳孔 却在这一刻 折射着让人所有人心计的决绝之忙 龙白内心陡然变得烦躁 他一脚踢出 更加刺心的碎裂声中 天姑胡如一个残破的血带般 甩飞出去 啊 啊 他依然没有昏迷 或者说 执着地不肯昏迷 他的头颅在吸动 动得让人心颤 只是这一次 他再无法站起 再无法挪动 伤重至极 生机静断 纵视远古真神灵世 也不可能就得了他 他此刻的生命迹象 全凭那股不肯施下的信念 死死掉着最后一缕气息 他为云彻 占到了最后一口气 最后一滴血 就如他当年发下的誓言 前方在没有苍蝇阻拦 龙白大步向前 随着龙膜的拧起 伸出的手掌 缓缓抓向骤天珠 结束了 彻底的结束了 这是此刻想起在所有 北域选者心间 最灰暗的声音 而就在这时 骤天珠上的白芒 忽然消散殆尽 锁在空间 促然扭曲 一股空间 赤里迎面至 霸道到龙白 都无从抗拒 他脸色一变 迅速撤手 同时身形暴退 扭曲的空间之中 所有人皱缩的 瞳孔之中 两个黑色身影 并肩而现 骤天珠 从空中缓缓沉下 落于男子 抬起的手掌之上 消失于他的掌心 本章完 第1848章 无血之事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走出骤天神境 迎面来的 不是清凉庆兴的 苍蓝气息 而是浓重的 烟尘与血气 云彻抬眸四股 耳边 是水魅英 站立的金银 看着就在眼前 献出的云彻身影 龙白的一双龙眸 极具胀大 怨恨 振奋 激动 狂躁 各种复杂到 他自己都无法理清的情绪 黄涌而上 他做梦都想将云彻千刀万剐 恨不能将自己所能想到的所有酷刑 都极尽残忍地施加在他的身上 今日的一切 他向云彻泻泄恨之心 更是远远胜过剿灭魔族 此刻云彻近在咫尺 他却没有出手 反而身形后撤 一声爆吼 停手 血腥而惨烈的战场 在这皇令之下瞬间巨变 这是龙皇的号令 字字都直穿魂底 让人不敢生出半点忤逆之意 顿时 所有西域选者都快速撤离 当时最高层面的恶战 就这么在极短的时间内强行休止 众人还未明了其意 龙皇第二命令以下 依然只有两个字 退后 众北玉选者的惨状 连这些西域神主看了 都觉得可怜 随着北玉选者死伤愈加惨重 西域本就极大的优势也越来越大 此境之下 用不了太久 他们便可将对方全部碾杀 此时退开 无疑是在白送对方喘息之机 但龙皇之令 无人敢为 西域众神主 顿时全部向西退去 同时不忘带起同伴或族人的尸身 先前血海厮杀的双方 不多时已各自退后 遥遥相对 远方 库隆尊者 麒麟帝 青龙帝等人 也全部在龙皇之令下指战 池武咬和穆玄英 没有任何停留 向云彻急飞而下 龙皇没有施令 龙四龙五并未阻拦 魔主 魔 主 魔主 声声呼唤 传入云彻的耳中 以往是那般的慷慨激昂 振奋骄狂 如今 却是半数含血带泪 半数嘶哑孱弱 而且 少了太多熟悉的呼声 熟悉的气息 言一言二 顾不得半顺喘息 以最快的速度 冲到了云彻身前 他们瘦弱干枯的躯体 以往从来只沾染他人之血 如今却遍体鳞伤 尤其他们的手臂 血肉已几乎完全崩碎 骨骼尽陷 而就连裸露的骨头之上 也不满着道道断痕 无法想象 他们先前所经历的 是何其恐怖的恶战 所承受的 又是何其可怕的重压 伴随着痛苦的喘息 言三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了回来 他单膝跪地 四肢低血 口中气喘急促欲死 却依旧如凶神般 挡在云彻前方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水妹因看着四周 失魂泥南 她的目光碰触到了远方的浮空之城 一声轻念 乾坤 龙城 身为乾坤赐之主 有着些许来自乾坤赐的残缺记忆 又怎会不识地 这由乾坤赐之力 却助生的乾坤龙城 这个由元素创世神赠予龙神一族 原本应该已消逝于远古之战的玄剑 竟在这个时代 这个地方现身 亦让水妹因瞬间明白了 这场天降灾恶的起因 随之 她的灵觉碰触到了水音乐的气息 姐姐 她一声惊喊 再顾不得其他 顺身到了水音乐的身边 水音乐以剑之身 蓝肠半染灼血 她看着泪物盈盈的水妹因 惨白的血盐 撑起一丝浅笑 轻语道 魅音 你没事 就好 重负事下 水音乐顿时全身虚软 再无法支撑 轻身倒在了水魅音的怀中 龙白的目光 淡淡盯视着云彻 而云彻的目光 却未在龙白身上有任何的停留 她的神识 冰冷而混乱地游异着 苍蓝神域不见了 唯有一片破败道 已经不能再破败的废墟 她找到了彩织的气息 她被太出龙地所护 已陷入昏迷之中 她的周围 没有六星神的存在 唯有空气中 灵星浮荡着六缕不同的星神气息 只是每一缕 都若如残风 或许再过虚余 便会完全散失于天地之间 千叶影力量耗尽 连生命气息都变得微弱不堪 机灵死见 沉寂的魔地之血 证明着 她做出了最决绝的选择 若非千叶物骨的寿元 转移以全力守护 她的生命之中 将再无她的存在 她感知到了慕玄英的气息 看到了她的身影 目光与她碰触 本该是激动若狂 她的心中 却没有泛起丝毫欣喜的动荡 因为太过沉重的东西 压附着她一切的情感与思绪 炎魔和十月者 都仅剩四人 九魔女 包括杰星杰林在内 全部中创 跟随千叶眼而来的 范王只残存三人 太出之龙折损近半 北玉界王更是阵亡六成之多 一梦之间 天翻地覆 西域阵营 六界皆在 八龙神尚存七七 还多了五个强大到异常 先前从无任何讯息 与记载的古老龙神气息 绝望吗 龙白淡淡出生 如高天之地 傲然俯视 已被踩于脚下 并随时可将之彻底踩碎的 悲怜繁明 他想要从云车的脸上 看到惊骇 失措 惨白 痛苦 恐惧 绝望 直至痛哭 怒吼 癫狂 崩溃 失控 但时间一点点过去 他却逐渐地大失所望 因为面对周围 由黑暗之血 所铺开的片片血痰 他的面孔 竟自始至终 一片冰冷和漠然 平静的异常 唯有他攥紧的食指之间 一滴滴血珠 在无声滴落 天霄呢 云车轻声问道 他没有看向龙白 仿佛根本没有听到他的言语 回答他的 是炎魔炎鬼们 牙齿死死咬紧的声音 许久 才传来炎武的一声弥难 父王他累了 去休息了 冷风袭来 池武咬和穆玄英 落在了云车身侧 看着云车如奢望般 提早脱离了骤天神境现身而出 石武咬第一反应是舵梦般的惊喜 但马上 心魂又猛然黯淡 因为云车的旋力气息 依旧是神君境时级 他一直想着 骤天神境的三年 云车一定能够成功突破至神主之境 而他的神主之力 或许足以超越这个世界的界限 足以扼杀一切的强敌 拯救无论多么绝望的危境 但这骤天神境的三年 他竟毫无突破 云车 池武咬低声传音 准备离开这里 穆玄英以末地出手 抓在了云车的手臂上 云车没有回应 却是缓缓抬手 将穆玄英的手臂推开 脸上毫无表情 现在 不是你任性的时候 穆玄英寒声道 池武咬轻声道 龙白提早回到了龙神界 以极其霸道的皇令 调动了西域王界所有的神主 又唤醒了五个 一直隐世的骷龙尊者 而那座乾坤龙城 让他们只用两个时辰 便从龙神界天降此处 云车 我通过咒须子 提早得知这些 他们都有顿离的机会 却没有一个人选择离开 为的就是以命死守到 你安然离开骤天神境 也就是这一刻 云车 你活着 北神域还有无限的希望 你若是死了 他们就全部白死了 池武咬声音见利 手掌也已抓在云车冰冷的手腕上 却依旧被他缓慢而坚决地推开 千叶雾谷 带着千叶影从空而落 他的气息变得格外虚浮 脸色一苍白如指 却依旧傲力如松 苍老的面孔古井无波 在千叶雾谷的元气之下 千叶影总算恢复了些许的力量 他艰难地站起 却没有扑向云车 而是紧紧咬尺 眸中是最凶狠的眼光 唇间是最狠决的言语 走 马上走 魔主 快走 坟道骑咬牙道 魔主 盐武挣扎着从地上站起 不要 让我父王他们 白死 魔主 魔主 走啊 先前激动的呼唤 变成了现在惊慌的催促 急促的喊声中 他们一个接一个 放弃了这短暂的喘息 挣扎着站起 开始极力压榨 催动着身上残存的力量 他们已切身 领教了西神域的可怕 而归来的魔主 玄力气息 依旧是神君静 他在他们的坚守下 终于安然归来 却没有带来 期望中的希望之忙 那么 他们最后能做的 唯有用残圣的生命与力量 守护他安然离开 走 哼 走得了吗 白红龙神讥讽道 到了这般地步 你们居然还在 做这种天真的白日大梦 他们在龙皇之令不再出手 但一股浩瀚威势 却牢牢环绕着整个苍蓝神域 只要他们愿意 谁都别想活着 踏出这片领域 云彻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他的眼眸在一点一点 很轻微地下沉着 神色平静的有些可怕 魔 主 一个比文明 还微弱太多的声音随风传来 若非云彻的灵觉足够 根本不可能听清 云彻终于动了 脚步迈动 来到了天姑湖身前 他俯下身来 手臂伸出 五指按在他的胸口 一抹纯净白芒 缓缓笼罩于他的全身 看着云彻手中的光明神力 龙白几乎瞬间捏断自己的食指 五官在阴沉中扭曲 许久 才一点点平缓下来 失去的双臂 残破的躯体 模糊的面孔 让云彻的目光都不忍停留 他手中的白芒就不了他 只能减轻他的痛苦 而他这最后一口气掉到现在 哪怕对云彻而言 都是一种让他无法不动容的奇迹 姑湖 你想说什么 我听着 云彻轻轻问道 天姑湖嘴唇缓慢而艰难地开合 许久才发出若如薄雾的声音 我们 北域之人 生于黑暗 身负黑暗 但我们 不是天生的罪人 我们只想 可以 自由地活在 天光之下 世界变得无比安静 明明微弱到极点的声音 却传入到了每个人的心间 就连西神域的许多神主谋中 都犯起些许复杂的一忙 魔主 求你 逃出这里 求你 为了北神域 活下去 天姑湖血肉模糊的脸上泪珠涌落 这一定是 世上 最自私无理的请求 但是 只有魔主 只有魔主可以 天姑湖带着绝望与哀求的话语 却剧烈波荡着所有北域选者内心 最深处的每一根魂弦 百万年的暗无天日 百万年的罪名加深 百万年的残酷命运 各代王界神帝都 完全放弃了抗争 一起的魔后 再一次试探后 也折服了整整万年 无法煽动 唯有魔主云彻 带来了契机 并引领他们 在这几个月间 真真正正地触碰 和拥有着希望 魔主在 希望永存 若魔主遭劫 核心灭尽的北神域 将永无明光 所以 天姑姑用她的最后一口气 最后一滴眼泪 向云彻发出这世上 最自私无礼的哀求 不必说了 云彻手掌翻起 更为浓郁的光明之力 缓慢附下 灵觉之中 这片灾厄遍布的天地之间 已再无皇天一脉的气息 下至皇天神君 上至皇天界 王天目一 皆以葬身允命 天姑姑 你听着 云彻目光直视 神色漠然 我以云彻之名 以北域魔主之名 向你保证 今日之后 所有的北域之人 都将昂首立于天光之下 再不会有人敢低视 无故欺凌北域之人 也再不会有人 敢对黑暗旋律 黑暗选者强加罪名 你和你的族人 不会白死 你们的每一滴血 都不会白流 北域后世 会永远铭记 他们的心声 是由谁的鲜血 所换来 只要我存世一天 皇天一脉 将永世荣耀 言语淡淡 无悲无喜 无哀无怒 却每一个字 都清晰无比地 传入所有人的耳中 心间 北域选者的神情 全部定格 视线无声朦胧 这不是云彻 对天姑姑的承诺 而是对他们 所有人的誓言 即使 这个誓言所描述的 更像是一戳 急迫的梦幻破影 但哪怕只有短暂的 几个瞬间也好 他们拼命地去相信 和畅想着 千叶影 迟无咬 慕悬音正在那里 他们看着云彻 此时的她 是他们从未见过的样子 天姑姑的嘴角 剧烈颤动 眼泪瞬间 宛若全涌 谢 摩 主 用尽所有的力气 用自己所能发出的 最大声音 喊出这三个字 她一直不肯 闭合的眼眸 缓缓脸下 亲儿 我来 陪你了 云彻手上的白光消失了 她的手轻轻离开 天姑姑的身体 指尖 是一抹带着 丝丝残温的血迹 天姑姑 她身上的研磨之力 是云彻以黑暗涌结 强行予以融合 代价 是她的寿源锐减 她是云彻 以无情又恶毒的手段 所缔造的复仇工具 那时 她没有任何的犹豫与不忍 从她踏入北神域的第一天 她便决意 借助北神域的力量 为自己复仇 北域封地之日 那些跪拜脚下 高喊魔主的北域选者 每一个人 都是她眼中成功驯化的复仇工具 东域之战 北域选者死伤无数 却没有让她内心 有哪怕丁点的波澜或心痛 因为那是工具该有的作用 该有的命运 在得知蓝机星上存之前 西神域之战 她早已决定 用这些工具的尸体 来堆撤复仇之战的忠目 但此刻 为何内心如此的剧痛 愤怒 如此的濒临失控 从来没有哪一个界王 神帝 受到过这样的禁虫 云彻哥哥 我越来越相信 在他们的意志里 已不仅仅是为了北神域而战 或许 他们会同样甘愿 无悔 甚至不惧生死的为你而战 去往七星界前 水梅影所说过的话语 又一次荡动在她的心间 那时的她当即反驳 不愿承认 刚才的梦做得不错 看着云彻 龙白淡淡开口 一双龙眸之中 除了云彻的身影 再看不到其他任何的存在 云彻 北域魔主 久违了 哼 呵呵 呵呵呵呵 云彻终于有了神情的变动 不是怒 不是惧 而是笑 让人莫名毛骨悚然的低笑 龙白 他字意唇间 音调缓慢悠然 很好 你真的很好 骤天神经这三年 我尽心修魂 一点一点地浮去这魂间的魔杀 让自己从一个七分的恶鬼三分的人 负为三分的恶鬼七分的人 而你却成功在我反噬的第一刻 云彻缓缓抬手 下垂的指尖 凝着似有似无的黑芒 将我心中好不容易镇压的所有恶鬼都放了出来 你说 我该 如何 报答你 本章完 第1849章 公平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呵呵呵呵 面对云彻咒寒之言 龙白也淡淡笑了起来 云彻 听闻你数月前带领北域魔人入侵时 修为已是神军境巅峰 曾单手挫败重伤的太语尊者 又与千叶之女联手 击败了月神帝 本以为你 既然是从骤天珠中走出 修为当该有所静静 可惜 龙白的眼瞼微锤 以审判之姿流露出一种淡淡的失望 同时深成邪神与截天魔地的力量 居然还是未能突破神军境界 无趣 又让人失望 毕竟 像一个神军出手 怕是我的龙爪 都不屑答应 云彻眼神不变 面无表情的道 你想和我单挑 虽然有些无趣和可笑 龙白抬手 龙气毫无外放 却莫名附下一股骇人的威压 你必须死在我手上 我呸 颜三狠狠吐出一口血痰 向前一步怒骂道 想上我主人 先 滚回去 云彻诞声道 颜三脖子和脚步瞬间又缩了回去 很好 云彻的五指缓缓收拢 他的神色依旧冷漠而平静 但唯有他自己知道 星魂的怒火早已如万千争獰丝毫的魔鬼 随时都有可能彻底失控 的确 这个世界上有些事很无趣和可笑 却又必须去做 云彻抬步向前 在北域选者带着惊吓和担忧的目光中 缓缓向龙白走近 既然你这么想 和我单独交手 我 北域魔主云彻 便恩赐你这个机会 恩 赐 哈哈哈哈 众龙神龙君 西域神帝皆是一愣 随之全部狂笑出声 虽然他是北域魔人拼死也要守护的北域魔主 但顶着神君进十级的修为 身后一众欺凌貂残的魔人 竟对龙白说出这般的言语 这不都能算是滑稽之言 他们都不得不怀疑 云彻是否已在这凄惨绝境下 难成打击和重压 彻底的失心疯癫 哼 龙白淡淡吐息 这是我给予你的恩赐 你能撑多久 你麾下的这些魔畜便可多喘息几时 这姑且 算是对你当年之功的犒赏 雨落 他向前一步 龙威尽势 瞬间 无论北域阵营 还是西域阵容 几乎所有选者都全身俱阵 不少选者不自主地倒退一步 而一些伤重者 更是被阵翻在地 内附甚邪 听着 龙白淡淡而语 我与云彻之战 无论何种局面 你们任何人都不得出手干涉 北域选者与西域选者 全部恶然 碧落龙神脱口道 龙皇殿下 区区一个落水之犬 岂配你亲自 话未说完 他的手臂已被肃心龙神用力一抓 闭嘴 谁敢出手 无论是谁 都 怪 请 龙白这几个字 说得无比缓慢设心 每一个字 都在警告着西域所有选者 这个看似荒谬可笑的命令 实则是谁都不可有半分忤逆的至高皇令 碧落龙神 瞬间死死收生 全身冷汗直冒 到了此刻 哪怕脑子再迟钝的人 都会清楚地意识到 龙白对于云彻 绝非只是龙皇对于魔主 而是有着极重的私怨 再加上先前魔后之言 一个让所有人心脏骤迹的猜想闪现 但马上又被他们死死摁灭 绝不会妄言半字 甚至连一丝异样神情都不敢表现出来 龙白想要独自向云彻出手 云彻 还有知晓内情的迟无咬 千叶影都盯点不意外 因为唯有在云彻身上 他才能释放积压心中多年的极致怨度与恨力 也只有亲手 在所有方面 彻彻底底地碾死云彻 才能让他找到些许近乎可怜的尊严与心理平衡 先前西神域全面碾压北神域 龙白始终一脸冷漠 那时的他 心中没有盯点的快意 唯有不甘和狂躁 此刻 终于 终于 他的神色一片平静 身上也没有龙气动荡 而他那只看似自然垂落的手掌 每一根手指都绷紧欲断 全部退后 云彻也在这时冷冷开口 本魔主与龙白之战 任何人不得插手 否则重诚 云彻之言 毫无疑问 让众北欲选者都吓了一跳 除了从不会抗命的阎魔三组 其他人都是满面犹疑 毕竟 他们此刻的最大渴望 甚至可以说 活着的最后目的 就是全力护云彻逃离这里 怎能让他独面可怕无比的龙白 池无咬深深看了云彻一眼 没有劝阻 甚至没有任何问询 而是抬手 轻推出一道黑暗气浪 魔主之命不可违 这是属于魔主自己的战场 我们不可插手 退后吧 千叶影脚步亮腔 扑到了池无咬身侧 无力的学手 却紧紧抓死他的手臂 沉声道 你在 做什么 相信他吧 池无咬道 这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 千叶影神情痛苦 咬齿欲碎 有你和穆玄英在 他一定 逃得出去 不能再让他冒任何危险 就算不为他 你想让所有人 白死吗 池无咬张了张唇 食指不自觉的龙颈 一向果决的他 在这时产生了痛苦的动摇 云彻此刻的眼神 他从未见过 但他无法确认 云彻这副看似笃定之下 究竟存着几分理智 几分失智 但他神君尽十极的旋力 却是无从幻想的事实 不会的 一个很轻很轻的少女之音传来 水妹应用自己的旋气 护着已无法站稳的姐姐 清男道 云彻哥哥 一定不会让他们白白牺牲的 一定不会 说完 他带起水应月 身姿轻移 远远退开 食无咬再不犹豫 黑暗旋气带起一些重伤的北域旋者 沉生道 尊魔主之令 全部退后 双方全部退开 破败的苍蓝神域中心 围于云彻与龙白摇摇相对 出手吧 面对云彻 龙白的双手 竟直接附在了身后 龙白的心中 此时如有恶鬼 在争鸣丝毫 恨不能马上将云彻撕成碎片 但他的尊严 他的孤高 他的不甘 他的龙皇身份与威夷 都不允许他陷于出手 云彻身前黑光一闪 献出节天魔地剑 他手触剑身 道 亮出冰刃吧 我从不借用冰刃 龙白冷淡道 是吗 云彻手掌一幅 竟直接收起了节天魔地剑 这时 他的目光落在了龙白心口 哦 你受伤了 声音一落 云彻忽然眼神一阴 身上玄气爆发 他右臂抡起 拳头上拧起一股骇人颜光 然后在所有人猝然放大的瞳孔之中 狠狠轰向了自己的心口 扑轰 这一击琐事之力 可怕绝伦 正中心口 直观内腐 大量血沫从云彻的心口 后背 口中同时喷出 触目惊心 魔 魔主 云彻 混乱的尸口惊叫声 从后方传来 云彻的举动 让所有选者 无不惊然失色 他们做梦 都想不到 更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 云彻独自面对可怕的龙白 竟会忽然做出自残之举 而且还是如此凶狠的自残 龙白的穿心之伤 窗口很小 且在这很长的时间里 已是愈合近伴 而云彻的自轰之伤 任何人都看得出 明显重于龙白 更何况是刚刚创下的心伤 毫无疑问的 会重损元气和玄气 疯 疯了吧 万象神地道 哼 果然是疯了 灰龙帝痴笑一声道 诱惑者 自知惨败 所以用这种方式 应给自己找点尊严 呵呵 所谓魔主 到底还是个半甲子的幼崽 真是幼稚可笑至极 五大骷龙尊者 却在这时全部沉眉 云彻方才自轰之时 神君近十级的旋力 竟释出了神主近十级的威势 虽早已听龙白和众龙神提及 但亲眼所见 这完全超越认知的场景 他们沉寂无数年的魂海 无法不激荡起万丈苍蓝 龙白淡漠无言 嘴角一丝嘲弄 一拳贯心 痛苦可想而知 但云车的面孔 竟是看不到一丝的扭曲 快速燃血的胸膛 直接直起 他淡视着龙白 徐徐道 现在差不多公平了 开始吧 哄 云车身形抱起 全身旋气 勇至右拳 周身带着一股风暴 直轰龙白 龙神一脉 有着强横霸 到到极点的力量和躯体 因而不懈用冰刃 也不需用冰刃 或者说 他们的龙爪 便是最是他们的强大冰刃 强用外武 反天累赘 但云车不但重创己身 还弃用冰刃 更离谱的是 他对龙白的攻击 不是最擅长的黑暗与火焰 竟是以自己的拳头 毫无花俏的正面轰击 所有的行为 都根本是在自掘坟墓 七龙神的脸上 全部露出嘲讽之态 云车身上索邪的玄气 一如传闻中 那般强大 绝对踏入了神主近十级的领域 但 以这种纯粹的力量 正面轰击龙皇之躯 接下来的画面 已是提前映现在他们脑海之中 面对云车的狂暴出手 龙白却是一动不动 就连双手 也依旧负于身后 任由云车的拳头 轰向他的面部 轰 云车的拳头 重重轰击在龙白的额头之上 没有黑暗 没有火光 但这毕竟是巅峰神主之力 力量爆发的刹那天地 为之震荡 但 沙尘飞扬 空间崩裂间 龙白的躯体 竟是一动不动 唯有他的头颅 向后仰动了 不到三寸之巨 一层淡淡的白芒 在龙白的躯体 在他的额头 与云车的拳头之间 无声浮动着 西域选者面露讽刺与怜悯 北域选者 进阶心脏骤停 这对他们而言 无疑是绝望之极的一幕 又是那层 不正常的白光 十五要低音道 龙白神色毫无变动 仿佛轰于额间的 不是北域魔主的重击 而是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孩童 他目光幽碎 淡漠的冷光 如在屁腻一只 冰死挣扎的幼虫 现在知道自己有多可笑了吗 雨落 他却没有从云车脸上 看到错愕或恍然失措的神情 一丝诡异的冷笑 却从他的嘴角缓缓咧开 好问题 哼 诡异的冷笑声中 云车明明以尽的力量 忽然违背场里的再度爆发 而且爆发的竟比先前更为猛烈 一团略带苍白的悬光 在龙白的额间爆开 那一瞬间 龙白身周的白芒忽然溃散 随之就连他的护身龙气 都诡异无比的一脸 轰隆 轰雷般的巨响之中 龙白的额头 如气球般猛地下陷 躯体在那可怕绝伦的距离之下 倒悬着飞砸出去 又在倒飞中 狠狠砸入地面 轰隆隆隆隆隆 随着大地的分裂 和碎面纷飞的沙石 地面足足被切开一道 三十多里的深沟 龙白的躯体才总算停止 本章完 第1850章 碾压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混乱飘散的沙尘之中 一双双眼珠 突胀欲裂 无论北域选者 还是西域选者 都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碰 大地被掀开 龙白的身影破土而出 缓缓而落 脸上毫无神情 身上不染点尘 姿态微冷从容 不见半点的狼狈之态 仿佛刚才被云彻一拳离地三十里 只是乍现的幻想 这 西域中神主的眼珠依旧成凸骨之状 一众龙神龙君表情各异 想说话又不敢说话 虽然龙白看上去别说伤势 周身连一丝灰尘都没有 但方才云彻力量爆发之时 龙白额头的凹陷 以他们目力都看得清清楚楚 龙骨之间 天地无双 而龙骨之中最刚硬的 又无疑是头骨 堂堂龙皇的头骨 怎可能被一个人类的拳头 给打到刹那凹陷 刚才那一幕 他们只能告诉自己 刚才龙白的头骨凹陷 是空间崩坏下 造成的视觉扭曲 只有这个可能 北欲选者 全部嘴巴大张 久久呆滞 先前魔族一方所有核心 战力欺占龙白 龙白的极端可怕 他们每一个人 都看得清清楚楚 却怎么都无法想到 魔主与龙皇交战的 第一个照面 那强大到超越场里的龙皇 竟被他们的魔主 一拳轰飞 震惊远远超越了喜悦 让他们都完全忘记了 欢呼雀跃 怎会有 这种事 龙五的目光定格在云彻身上 一声明显有些失神的低难 五大骷龙尊者 竟也全部露出了震惊之态 而且久久未散 他的龙气刚才忽然崩散 是故意所为吗 龙一低语道 他人或许无法查知 但强如窟龙尊者 在云彻力量爆发的那一刹那 明显感知到 龙白的龙气忽然莫名撤散 而且散去了足足三成之多 只可能是刻意所为 但不知所图为何 龙二道 哼 龙白的一声低哼响起 他直视着云彻 脸上不见喜怒 声音依旧微冷淡漠 看来在昼天 神境之中 你也不是没有长径 还算不错 即使被第一个照面一拳轰飞 龙白的姿态依旧是俯视之姿 言语 是如审判者般的赞赏 仿佛刚才只是故意迈个破绽 来试探下云彻的深浅 但他话音刚落 鼻端忽然一热 他迅速压制 但那两道逆行的血流太过汹涌 依旧从他的鼻孔中直喷而出 在他压制之力的干涉下 于鼻孔前爆开两团飞溅的血花 直染白衣 也在一瞬间 将他淡然含微的姿态毁灭殆尽 装 接着装啊 云彻冷笑着 你这副做作的姿态 比你当年乖乖跪在捷天摩地前磕头时的模样 可要精彩多了 精彩地让人作呕 阿贱 沧视天手舞心口 狂笑出声 每一声大笑都会剧烈扯动伤口 他一边痛得呲牙咧嘴 一边笑得前仰后合 在西域龙神那陡然射来 饱含愤怒和杀意的注视之下 他非但没有收敛 反而笑得愈加狂肆 到了后来 已几乎上气不接下气 他这辈子 都没见过龙白如此难看的模样 简直是无法用任何言语描绘的奇景 沧视天的狂笑 让北域选者从惊呆中回神 随之笑声传染 大片的狂笑声紧随响起 此起彼伏 西域选者 尤其是众龙神 脸色都变得无比难看 若不是龙皇之令在前 他们必然以怒及出手 刺耳无比的大笑声中 龙皇脸上依旧不见动荡 他手臂一甩 抹去血迹 不发一言 暴然出手 嗡 龙白虽然脸上不见喜怒 但这一击 任谁都感知得到 他是寒怒出手 和云彻一样 平时无华的一拳正面 轰向云彻 龙气释放的刹那 空间收紧 天地经济 这是当时最强的力量 镇压万灵 掌控整片天地的无上龙力 隔着遥远的距离 一股强烈到极点的窒息感 便迎面至 让北玉玄者们的狂笑声插纳休止 心中迅速涌上深深的惊恐和担忧 云彻长发与依媚 在袭来的暴风下狂舞 他不退不必 竟迎着龙白 同样是一拳挥出 依旧不见黑暗悬光 找死 七龙神的口中 同时蹦出完全一致的两个字 龙神之力 强横霸道道碾压一切 达到至颠时 玄弓反乘雷坠 天地万灵 谁敢与龙神一族正面比拼力量 何况那是龙皇 一人一龙的力量 在一道道锦宁的视线中猛烈相撞 百里空间瞬间变形 又在扭曲到极致后 猛烈炸裂 天地之间 蔓延开无数道剧烈舞动的黑痕 扭曲空间的中心 云彻和龙白定格在原地 力量相横 无人后退半步 什么 众希玉玄者 齐齐惊声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匪之龙神低吼道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云彻 竟以纯粹的旋力 正面焊下了龙白的力量 他的胸口和后背 依旧有血物在弥漫 告诉着所有人 他还是在强行自创的状态下 正面焊下龙皇之力 龙白的眼眉在微微跳动 一直秉着漠然与傲然之态的他 在此刻终于再无法保持淡然之姿 轰隆 空间风暴卷起 随着力量的最终爆发 两人终于分开 一声震魂龙银 意在这时惊空响起 龙银声中 龙白手臂上白影晃动 现出厚重的苍白着影 直取云彻心口 这个苍白着影也意味着 这一击 龙白赫然释出了权力 云彻脸色沉下 五指紧握 力冠右臂 一拳轰出 轰咖 如万雷阵势 数百里之外的一众神主 有半数被阵翻在地 整片天地都明显地震战了一下 两股巨大力量 所轰卷的空间风暴之中 云彻与龙白的身影 竟依旧定格原地 这一幕 惊得重龙神龙君 心脏险些裂开 龙白那明显迎怒释放的权力之下 云彻静依旧没有后退半步 呵呵 面对静在咫尺的龙白 云彻脸上露出一丝冰冷的宁笑 龙白 这该不会 就是你的权利吧 龙白的五官 明显现出了一丝失控的扭曲 你们龙神一族 不是号称力量躯体天下无双吗 云彻灭然讥讽着 你一个活了三十多万的老龙 在力量上 居然不能压过我一个才三十来岁的人 就着还有脸自称龙皇 我都替你羞耻 碰 一声暴鸣 两人远远分开 云彻一个翻身 稳稳至空 在龙白则是在空中倒滑树里 才堪堪停下 好 没有刹那的停滞 众人还未回神 一声更为汉魂的龙影 便震荡天地 龙白身后现出一道苍白龙影 让他本就今世的龙威 瞬间暴增 双手所照的龙爪之影 亦变得更为凝实 整片天地 都被完全笼罩于 这股无上龙威之中 龙白的身影冲向云彻之时 也仿佛整片天地 都向着云彻倾覆而下 龙皇殿下 怒了 肃心龙神低音道 云彻的力量 究竟是怎么回事 而白红龙神似乎还未从方才的惊骇中 完全回神 云彻阳首 眼神冰冷 面对龙威近视的龙皇 他依旧是以纯粹的玄气 纯粹的力量直营而上 碰 碰 哄 力量碰撞 天塌地陷 权力状态的龙皇 面对使用纯粹玄气和力量的模组 在这片被灾恶破坏殆尽的神域之上 展开了惊世骇俗的力量对撞 那呼啸翻卷的力量风暴 每一瞬间都摧天灭地 可怕绝伦 一道 两道 十道 百道 数百道穿穷玄光 数百次震荡心域的力量轰鸣 却无一人败退或非坠 龙威近视的龙皇 竟也始终没有击溃使用纯粹玄力的模组 退 再退 北玉玄者重伤者太多 已经颇为遥远的距离 在这可怕到极点的力量余波下 依旧太过危险 十五咬魔器外势 催动所有人在退三百里 但一双魔魔 始终盯视着远空之上 和龙白交战的云彻 闪烁着无比优碎的一芒 他的修为 明明没有太大的静静 为什么力量上 会出现这么惊人的增长 千叶眼难难道 对于云彻的玄道修为 与力量极限 他算是最为熟悉之人 但不到三年的骤天神静 没有突破的玄道静静 他却仿佛脱胎晃骨 水妹因轻语道 其实 云彻哥哥的旋力修为 在进入骤天神静一年左右的时间 便达到了神君静十级的质颠 但试图突破之时 却连番失败 他告诉我说 这是邪神在玄脉中设下的静止 因为他 一旦踏足神主静 必突破这个世界目前的运转法则 所能承受的极致 换言之 如今的云彻哥哥 神君静十级的修为 便已是当时巅峰的巅峰 任何人 任何生灵 都不可能超越 而他之后的两年 水妹因轻轻一笑 则是彻底掌控驾驭了另外两种 应该说 是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的完全驾驭 让他旋力之外 在躯体力量和灵魂之力上 也达到了另一个领域 尤其 是面对龙族之时 将形成不可逆抗的碾压 水妹因最后一句话 让千叶尔 穆玄因 十五咬同时心中剧动 龙皇的躯体力量之恐怖 可正面正开三眼祖的联合 而云彻和龙白的交手 他所释放的玄气虽然强大 但在威势之上 明显不如龙白 却每一次都能在龙白的力量下 保持不败 此刻 他们终于知晓了答案 哄 炸裂的苍穹之上 云彻和龙白全找相接 此时 龙白的五官已是紧拧在一起 龙谋之中也再无平和 荡动着如熔岩般的暴力 而他对面的云彻 却依旧是那魔 仿佛自始至终都没有变动的冷笑 看来 这果然 就是你的极限了 云彻的语气 隐隐透着一股失望 看你之前 那副副手挺胸 藐视天下的模样 我还以为你有多大的能耐 原来所谓龙黄 居然只是这等让人笑掉大牙的货色 碰 龙白手臂之上再勇俱力 却依旧被云彻死死焊下 未退半寸 云彻眼眸垂下 瞥向龙白手臂与躯体所笼罩的神秘白芒 目光缓缓转冷 龙神界历史上的最强龙皇 多么威灵响亮 要是千古的称号 这个称号是因谁所得 你这条延续了三十多万年的贱命 又是谁所赐 你还记得吗 云彻之言 无疑触碰到了龙白心魂之中最静静 也是最脆弱之处 它的瞳孔如遭针扎 猛地收缩 还有你身上的这层特殊光明龙力 云彻的眼神更加冰冷 它三十万年的恩赐 让你拥有了远超铜族的成长 三十万载生命神水的脆体 让你拥有了远超铜族的龙区 而生命神水中所蕴含的生命神迹之力 在常年累月之中 与你的龙气结合 形成了这道守护神力 让你从此无敌天下 相比于你为他提供安定之所这样的报答 他给予你的恩赐 你百声百事都无法偿还 可是 你却 一直没有失控的杀鸡 在这一刻 直穿龙白瞳孔 云彻的手便全为抓 猛地捏住了龙白照着白芒的笼爪 这层他所赐予的守护之力 你配吗 砰 一声饥不可闻的轻响 龙白的护身白芒 在一瞬间诡异消散 就如被先前被云彻一拳轰飞之时 他的这个护身白芒 根源便是长达三十万载的生命神水脆体所 逐渐衍生赋予的生命神迹之力 他的存在 对他人而言 是绝望屏障 强如池无瑶等人 也是在费尽心力 将之短暂 破除后才伤了他 但在完整掌控生命神迹的云彻手下 弹指便可崩解 白芒之后 随着云彻瞳中一芒一闪 龙白身上的龙气猛的一记 随之如倾泻之红般消退 咔 轰铃之中 龙白的手腕连同五指齐齐崩断 龙皇之骨断裂的声音 清脆到几乎震碎耳膜 他的龙躯也飞躲而下 如弑星般砸穿大地 云彻的身影也消失于空中 在线之时 他的周身已不再是纯粹的玄气 而是让人触之魂迹的黑暗魔光 他的神情也从先前的漠然冷笑 变得一片阴痕毒煞 如忽然被残忍的鬼魔寒历附身 本章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教育 spe人的声音 教育 above 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